1970年2月2号 我们全家人被遣送到台安县 就这个日子是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 离过年了还差三天 台安县隶属安山管辖 县城离着安山市区仅五十环礼 中间还搁着三道河 虽然路途不远走起来非常绕角 我们的汽车顶着北风冒着雪花 好不容易才来到新开河公社 那公社地方不大 台安县历来是个穷县 十年久不收 还十年久落 据当地人说 这是兔子不拉屎的地方 王不都能上炕 一个好劳力 一年挣不了三百块钱 除去口粮所剩无几呀 要赐一点的劳力 连饭都吃不上 全靠着政府救济 话又说回来了 好地方 能让我这号人去吗 我们的汽车停在公社门前 安的烟袋和老陈下了车 进公社去办医交手续 大概能有十几分钟之后 他俩回来了 登上汽车继续进发 走了又有一段路 我就听老安说 到了到了 我一看呢 也分不出哪是大地 哪是村庄 遍地 盐白是盐庄素果呀 到了进前才看清楚 进了村了 车子一拐弯 进了后街 原来我们是属于 渡大连跑大队 第三生产队 一共分前阶 中阶和后阶 我们被安排的住宿 在后阶 车子一拐弯 我一看 在一家的门前 有男女老少 十几个人 正手里的比划 有人说 来了来了 我就明白了 这块街的通知 事先有所准备了 车子停稳之后 我们从车上跳下来 紧跟着 从屋里头 出了一个年轻人 长得是浓眉大眼 身体健壮 看年纪不超过二十五岁 很多人都管他叫排长 也有的人 管他叫队长的 他到底是个什么 我不清楚 但是从面向上讲 这是个忠厚善良的人 他伸出大手来 跟我们打了打招呼 来了 我们说来了 他把大手一招 乡亲们 帮着搬东西 都别住手 男女老少 十几个人 旗下活动关 人多好干活 眨眼的功夫 把车上的东西 都卸下来 我老伴 带着俩孩子 先进的屋 当我进屋的时候 发现一个慈祥的老太太 就是本宅的房东 他们家住着三间房 她住东屋 把西屋腾出来 给我们居住 外屋两家使用 是烧火做饭的地方 院里很宽大 房子很整齐 尤其这个老太太 非常热情 拉着我一双儿女的手 冷波 快上炕 拿火拿火 我把炕烧的可热乎了 我老伴也热情的 跟房东打招呼 他们是有说有笑 我到了西屋一看 哎呀不错呀 西屋也挺宽大 炕烧的满热 屋里新湖的墙 新表的窗户纸 还有点几分心房的意思 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糟糕 这时候 我跟大伙齐下手 把东西归整好了 老安和老陈 利用这个机会 到大队部去了一趟 可能啊 也去做安置工作去了 不久他俩回来了 我们也安排的差不多了 老安冲我一挥手 把我叫的院外 老安 意味深长的对我说 哎 老山啊 你第一次到农村来 这就是你安家利户的地方了 安心干活吧 好好争取立功赎罪 迟早有一天摘掉了帽子 早日回城 说完了之后 他和老陈上了汽车 返回安山 这件事情就告一段落 从那天开始 我们就在杜大连跑大队 第三生产队安家落了户 您还真别说 本地的乡亲十分热情 一是看新鲜 二是呢 超热闹 从我们到了屋之后 这人就没断过 三个一群 五个一伙 男的也有 女的也有 问长问短 问寒问暖 一点敌意都没有 尤其是那个当头的 经人介绍 我才知道 他叫卢碧光 是第三生产队的民兵排长 有时候也抓生产 所以有人也管他叫队长 对待我们 十分热情 卢碧光就跟我说 你叫叫什么 我说我叫善田芳 老善啊 你们出来乍到 对这儿不熟悉 缺东少西 尽管跟房东打招呼 房东啊 是个好人 他们热情的把你们收留了 你看 把房子给收拾得干干净 他二儿子 还是本队小学的老师 俩孩子上学 就找他二儿子 有了困难 就找我 好吗 我说谢谢 谢谢 哎呀 我的心哪 稍许安慰 在我的心目中 我以为这里人都是横眉立幕 对我们这些陌生人 不屑一顾 尤其是我这种身份 没想到这么热情 哎呀 我心里高兴透了 然后把烟拿出来 分散给大家 大部分人都会抽烟 他们把烟呢 叫羊烟 你点一颗 我点一颗 连女人都吸烟 因为快过年了嘛 我们在城里停票 买了许多的糖果和点心 都拿出来分散给大伙 大伙也不客气 拿起来就吃 坐了一会儿 到了晚上了 开始吃晚饭 我老伴呢 把城里带的粮食 焖了一锅饭 然后给房东张老太太 又送进一盆 老太太非常高兴 吃了两口 嗯 闷得不错 好吃好吃 你们城里人 都会做吃喝 我老伴 特为有拿出点礼物 给了房东老太太 因此 我们两家处的 跟一家人相似 第二天 我才弄清楚 原来老太太手寡 没有老头 带着四个儿子 现在这四个儿子 一个当小学教师 一个在县城里打工 另外两个下壁干活 都是很不错的人 对待我们虽然言语不多 一点壁事也没有 就在当天我们下榻之后 快晚上的时候 又来了一伙人 是第三生产队的干部 其中包括政治队长 叫杜景贵 生产队长叫刘凤九 还有其他几个人 没进我们这个屋 进了老太太那屋 卢碧光 也就是那民兵排党 过来叫我 老山 来来 过来 见见我们队长 这政治队长啊 在小队里那是一把手 掌握着大权 我进屋一看 气氛多少有点不和谐 就见那政治队长 杜景贵 高高的个子 沉着脸 飙着眼角 目不斜视 见着我一点热情也没有啊 我进屋之后 挨着个儿的打了招呼 好半天杜景贵 他说话 你叫什么 善天方 你就是心被钱送下来的 我说对 几口人呢 我说俩大人俩孩子 四口人 嗯 你那腿怎么的了 因为我下着拐的 我说这腿啊 被汽车给撞伤了 现在还没好 啊 这两天快过年了 放假 你在家里扬扬腿 过两天得干活啊 哎 是是是是 说了几句话之后 我回了屋了 不久 这会儿人也走了 王全贵就问我 那屋来的都是谁 我把事情介绍了一遍 我又对王全贵说 看见没 从面相上就可以看出来 那个卢碧光 好对付 是个好人 这个政治队长 一把手 叫杜景贵 肯定不是个东西 你看那脸沉的 跟咱那师弟 差不多 哎 我老伴说 由他去吧 哎 怎么的 怎么的 几天之后 突然大队的通讯员来了 告诉我 老杉啊 到大队部去一趟 我说 哎 因为我还没到大队去过呢 我就驾着轨来到大队部 原来啊 大队部就在第三生产队的街口 挺大的院落 无间上房 屋里边十分宽大 我进屋一看 大队干部基本都在这儿 有的躺着 有的坐着 屋里的是暖气铺脸 那位民兵排党 卢碧光也在这儿 卢碧光用手一直看上 斜躺着那个人 我给你介绍介绍啊 这是我们大队的书记 叫杜景明杜书记 这位是我们大队的大队长 这是谁 这是谁 挨个的向我介绍了一遍 我挨个的扁了扁头 杜景明身子坐直了 盘着腿坐在炕上 上下打亮我几眼 好半天才说话 你是干什么的 我说书记 我是说书的 他突然就摆平了 把脸一变 我问你什么身份 我也说不清啊 他们说我是现行反革命 他一听就翻脸了 什么他们说啊 谁说啊 你就是现行反革命 移交手续上写得清清楚楚 你是我们的阶级敌人 我告诉你山平方 到了我们这儿了 你只能规规矩矩 老实交代罪行 绝不允许乱说乱动 假如不听 你就等着挨批吧 听没有 你那腿怎么回事 我说腿离下乡之前 被汽车撞伤了 到现在伤口也没好 那你先回去养伤 等假期过后 开始干活 听见没听见 我说听见了 转身离开了大队 回到家里 我老伴对我的一举一动 非常关心 他等着有点不耐烦了 见我的面就问 你到大队去了 去了 看着谁了 我这一屋子人 反正有书记 有大队长 还有什么民兵连长的 我也记不清了 他们都问你些啥 我说问我身份 说我是现行反革命 我老伴就说 你承认了 嘿呀 我说废话 人家都这么说 我敢不承认吗 不承认行吗 那不一下子就等着IP吗 我老伴点点头说 可也是 可也是啊 管怎么的呢 过完年再说吧 没过两天 过年了 我活到三十五岁啊 第一次 在农村过大年 我儿子从城里 还带了两挂小鞭 在院里 劈劈啪啪放起来了 那天 我们也炖的肉 都是平票买来的 不管日子好 日子坏 也得过年呢 家家户户 也是喜气洋洋 有不少人拜年的 我真没想到 还有不少农民 到我家来拜年 不管认识不认识 非常热情的打招呼 我心中暗想 看来这农村人 就是朴实 跟城里人 是截然不同啊 城里人 看见我的身份 都躲出巴掌缘前 个农村人 不管这套 什么反革命 不反革命的 反正都是人呗 都是朋友呗 他们是不分彼此的 到吃晚饭的时候 有几个人没走 我老伴热情的 留他们吃饭 他们也毫不客气 端起碗的就吃 一边吃 一边说 做的真香 做的真香 等吃完了之后 磨磨嘴走了 大年初三 第三生产队的政治队长 杜定贵 发现命令 他问底下的人 那个下放的姓善 你干嘛呢 说在家过年呢 他过啥年呢 他是阶级敌人 叫他到生产队 骚血去 别闲着 有人通知我之后 我哪敢不听啊 穿戴好了 敢奔生产队 这是我第一次 到第三生产队 挺大挺大的院子 还有几间土坯房 还有牲口棚 还有仓库 到了院里之后 我找着 扫鼠和铁销小车 还吃扫血 时间不大 那杜定贵背着手来了 瞪了我两眼 看看我认真 在那干活 他也没说什么 一直到了晚上 我这才回家 我老伴问我 你咋去了一天呢 我能跟一般人一样吗 人家叫我扫血 你没看见呢 院大透了 我整扫了一天 鸡脚嘎啦 还没扫完 我还告诉我老伴 我说你啊 可提高警惕啊 我说过了 这个政治队长 杜景贵 不是个好东西 他拿咱们当成 阶级敌人呢 见面就瞅我不顺眼 这活都是他安排的 往后你见的他 可千万小心 我老伴扁了扁头 光阴如见 转眼 到了初六了 生产队 破例子 要干活了 名义上 要干活 实质上啊 就是大伙 见见面 走走行驶 我也跟着 到了第三生产队 人家都在屋里 我站在门口 那个杜景贵 块头也大 披着腿 往抗神一坐 跟大伙说 新被遣送的一家老善家 你们都知道了吧 大伙说 知道了 知道了 我相信很多人 都跟他见了面了 我看见不少人 到他家里去串门 告诉你们啊 阶级斗争 这根弦 一定要绷紧了 不要混淆视线 懂得吗 对待这老善 要严格监督 他有不老实的地方 要随时检举 老善来没 我赶紧回答 来了 我告诉你老善啊 你可得老老实实干活 还有哪些罪行 没交代 你也要揭插交代 我可听说的 你挺不老实 你总要犯共 不承认你是现行反革命 这可不行 听见没 我连忙点头 是是是 把他分到 第五组吧 第五组的组长 叫刘凤奇 个儿不高 长得貌相也一般 但人心地善良 分到他手下 是我的福分的 刘凤奇回头看了我一眼 老善啊 今后你就跟着我 我叫你干什么活 你就干什么活 不会 我交给你 我说是是是是 这是我们的组长 开了一会儿会 回家了 转眼过了正月十五 队员正式干活了 因为冬天 熟久寒冬 气温常在零下二十多度 三十度左右 有什么活可干呢 闹了半天是起粪 就是夏天呢 那些人的粪便 生物的粪便 还有一些福草 都扔到这里头了 冻成了大兵妥妥 需要把这些东西 起出来 然后分别的 送到地里 不远一堆 不远一堆 等到春天耕种的时候 好施肥 这活可是个体力活 我在第五组 我就发现刘凤奇这几个人 先把一个大铁钻 放在地上 有人扶着 紧跟着有人 轮起十二磅的大铁锤 光光往下砸 夺子把铁钻砸到地里边了 把地震裂了 然后拿稿 再一点一点往外奔 一块一块地搬出来 活虽然简单 这废体力啊 刘凤奇笑着看看我 老山 你光会说书 这活干过吗 我说没干过 那你轮两锤 我们看看 注意啊 别把锤砸空了 小心自己的迎面骨 这家要扫上 就得骨折 我说哎 我第一次轮大锤啊 扶铁钻的人 有点害怕 抬头跟我说 老山啊 你可看好了 别砸到我手上 砸上我就玩完了 我说知道 一开始我不敢太使劲 我真怕砸到人家手上 还真行 砸了那么六七下 累得我两臂酸疼 满头冒汗 看来劳动 真是一种好锻炼的 不干活 站在那冻点 要命 这一干活 相反身上倒热了 我没砸过眼 揭插还砸 这半天的功夫 我就掌握了这锤子的惯性了 砸的还比较准 刘凤奇派陪我 行 老山啊 看来你们说书人都聪明 没干过庄稼活 但是刚才瞅你这两下子 你有个钻劲 往后你就跟着我 好好地 我被遣送到农村之后 第一件活 就是起粪 寒冬腊月 那个凤坑啊 硬得像钢铁一样 就得拿钻子赞 拿铁锤凿 我参加这工作之后 使尽全身的力气 累的是通身是汗 尽管累 但是很有兴趣 这是锻炼身体的绝好机会 一开始手伸 这锤子砸不准 可慢慢地 哎 找好了劲了 我一口气 能轮二十下 也不至于累得 吁吁带船 社员们 轮流着轮大锤 我们每一天 在这地里干活 过了不久 春暖花开了 我们开始挖排水沟 这下我就遇上难题了 因为挖这种钩 分段进行 看哪一个队干得最快 每个人分四米 或者五米长 我这块是干干不出活啊 人家那妇女也好 小姑娘也好 挖起钩来毫不费力 三下五穿 人家就挖完了 我累得是通身是汗 东一桥西一桥 干瓦瓦不完 那政治队长杜行贵 标着眼卷走到沟边 瞪了我几眼就说 我说老山 你干的是什么活 像狗啃的似的 你看看人家干的 你不会干 你还不会看吗 好好干 我连忙点头啊 可是尽管我使尽 浑身的力气 也达不了标 后来还是在社员的帮助下 才完成了任务 天天挖钩 我这天天头疼 我们那个生产组长 刘凤奇 忠厚善良 好说好笑 刘凤奇就跟我说 老山啊 你得看你说书有两套 干庄税活 这玩意也讲学问 你也得从头学 你看这土地啊 他也分层 下敲的时候 得有一定的规矩 你东一下西一下不行 你得一敲挨着一敲就往下挖 而且光靠两个胳膊的力量还不行 要靠全身的力量 要靠磕膝盖的力量 那才能行呢 哦 我说好 那你交给交给我 刘凤奇耐心教给我 怎么下敲 怎么往外扬土 果然慢慢的 我也找着敲门了 我要衷心感谢这位刘凤奇 没有他的教导 我累死 也不会干这种活 春暖花开之后 春波开始了 一年之际再于春呢 农民最忙的季节 就是春经 到了这个时候 大家是起早贪黑 什么撒总 食肥 浇水 忙得不亦乐乎 我什么活都不会干 全靠热心的社员们 手把手地交给我 我得一切从头学起 这时候 我才有心情看了看 杜大连跑 我们第三队的风景 说实在 那真是风景无话呀 周围几个大水泡子 青涩见底 而且在那堤坝上 绿柳成行 还长着不少花花朵朵 啥是好看 五颜六色 炫彩多目 我心说 这是我贝勒难 戴着帽子来到农村 假如我是自由人 一点问题都没有 在这安度晚年 就过下万辈子 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这农村多好 空气新鲜 干活还可以锻炼身体 真是个不错的好选择 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 有一定的道理 这人在城里呆惯了 难免懒散 到了农村之后 好好锻炼锻炼 又有何不好呢 总之我的心情啊 是十分复杂 简短皆说 我们正在紧张春波的时候 有一天正在地里干活 突然大队的通信员 小王来找我 老山 你过来一趟 电报 把我吓了一跳 电报 谁能给我来电报 我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赶紧放下活计 来到路边 接过电报 打开仔细观看 上面写得很简单 负病重 负归 就这么几个字 我一听我父亲得了病 心里难免一翻个 想起我跟父亲 在汽车站分别的情景 就在眼前了 现在半年多过去了 老人家肯定身体不好 也背不住 为我招了一股急火 躺在了床上 无论如何 我得请个假回去看看他 安慰安慰他 我也没心干活了 拿着电报 一口气跑到大队部 正好大队书记杜景明 大队长 大队公安 都在屋坐着 我赶紧把电报 交给了杜景明 我说书记 这是我家排了个电报 你看一看 他不屑一顾的 聊着眼皮看了看 又把电报搁到炕上 你想干什么 书记 我想请个假 回去看看我父亲 杜景明豁然坐起 把眼睛瞪得溜元 什么 你是什么身份 你才来几天呢 就想请假 人吃五骨杂粮 哪有不闹病的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行 回去干活 书记 不要说了 回去干活 不给假 我这一下撞着南墙了 万般无奈 拿起电报 只好转身 回到地里 接查干活 那生产组长 刘凤奇 看着情况不对 凑过来问我 老杀呢 咋的了 哎 我把经过讲述了一遍 刘凤奇就说 大队给你假了吗 我说拿给了 人家说我身份特殊 刚到农村不久 不能给我假 刘凤奇冷笑了一声 净他妈胡扯 太不近人情了 嗯 这要是他别有病 他早就撂着觉得跑了 哎 人家嘴大咱嘴小啊 小胳膊拧不过大腿 你就忍着吧 说到这儿 他不说话了 我们揭插干活 好不容易盼得天黑了 我回到家里 把电报掏出来 交给我老伴 把经过讲述一遍 老伴还猜测呢 我说这份电报 好像有文章 我盲问 什么文章 也许咱爸想你 借故有病 以这个理由叫你回去一趟 大概没病吧 我说怎么可能呢 谁能拿这种事开玩笑 多不吉利 他老人家身体本就半身不随 我看是真的 可是大队不给假 没办法呀 只好心里惦记着 还得天天下地去干活 没想到没过几天 通信员又在地头叫我 老善 电报 我一听又是电报 赶忙跑过去 把电报接过来 打开一看 依然是几个简短的字 负病危 素灰 第一封电报是负病重 现在变成了负病危 可见情况不妙 我一看是心乱如麻 第二次跑到大队 见着书记 把电报一交 我说书记 现在我父亲病情非常危机 我打算请个假 无论如何 您得答应 杜景明的态度跟上次没什么两样 他看了一眼 电报棒 桌身一放 不行 什么病重病危的 你们家哪那么多的事 上次我说了 你身份特殊 刚到农村 不能给假 回去干活 去去去去去去 结果第二次 我又撞了南墙 在往回走的路上 我心里的翻个是无畏杂陈呢 我咬着牙恨杜景明 但是又恨我自己 谁让我自己犯了错误 现在失去了自由 不然的话 我用得着请假吗 哎呀 我父亲难道真病危了 老人家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他肯定非常想念我 但是上面又不给我嫁 我可怎么办呢 回的地里勉强坚持着干活 好不容易盼着收工了 回的家 我把这件事跟王全贵讲了一遍 王全贵也毛了 看来这是真的了 咱爸要不是病重 绝不能三番五次给你打电报 我说没办法呀 今天我请假 还是撞了南墙 书记不给假 我瞪眼没辙呀 人呢 到了那个份上 谁也没主意了 王全贵只好默默地干着自己的活 心里盘算着他自己的事情 我躺到床上是胡思乱想啊 到了第二天 勉强支撑着 下地去干活 心里乱成了一团麻 总在想着我父亲的病 病危 病危 究竟危险到什么程度 他身边又没有亲人 这可如何是好啊 就这样一天一天又熬过去了 突然 王承文又找我 老善电报 我一听这电报怎么这么频繁 赶忙把电报接过来打开一看 我傻眼了 上个依然是简短的几个字 复病故 复回 你看三封电报 三种不同情况 一是病重 二是病危 现在是病故 那就说明我父亲已经不在人时 我看罢之后 眼前发黑 痛断肝肠了 我拿着电报 赶紧飞快地来到大队部 正好大队部的干部们都在开会 我也顾不了一切了 来到里边见着杜锦铃 我把电报放上一臂 我眼泪流出来了 我说书记 你看看 我父亲已经病故了 我是他唯一的儿子 唯一的亲人 我想请假去料理后事 你看你给假不给假 他也一愣 拿过电报 看了两遍 然后抬起头对我说 老善老 由于你的身份特殊 准不准假 我说了不算 我们得上报公社 有公社批准 你还是回去干活吧 我们马上跟公社联系 有了消息 及时通知你 也可能给你假 也可能不给你假 走吧 我听了之后啊 有点活动气了 这才放了心 等回到地里 一边干活 我一边掉眼泪 刘凤奇看着不对劲 赶紧过来问我 咋了又出什么事了 电报上写些什么 我哭着对他说 我父亲不在人世了 家里边人催我回去 料理后事 哎呀 这才几天啊 那你无论如何得回去 大队给你假了吗 我说情况特殊 大队给请示公社 我听信吧 这样再不给假 那太说不过去了 社员们听着这个信之后 纷纷表示同情 虽然没说什么 从他们的眼神里 也看出来 对我很关照 到了下午 大队把我找去了 书记杜景明对我说 我们请示了公社 公社同意给你五天假期 回去复礼后事 记住啊 五天 必须及早回来报到 如果不回来 后果自负 你看他这套词 跟我那个师弟啊 说的差不多 多少 我如蒙大赦呀 赶紧转身回到家里 叫王全贵给我打点行装 我马上就起身 返回沈阳 王全贵当听说 我父亲已经病故了 他也哭了 这时候儿子 女儿也都放了绝了 一看我们在那哭呢 问怎么回事 我说你爷爷 已经不在人世了 他们俩也哭了 这时候东西都准备好了 我管王全贵 要了点路费 第二天一大早 我领着儿子 老铁 我们爷俩就起了身了 冲冲忙忙赶到县城 坐上通往安山的客车 时间不大到了安山 下车之后 我也没心赏看街景 虽然离开半年多了 我就觉得眼前灰蒙蒙的 连路过的行人 无关长得什么样 我都看不清了 买了火车票 我们爷俩登上火车 第二天 这才来到沈阳 那天呢 是一个早晨 我们冲冲忙忙赶到附近的住处 在这里 在这里要交代一下 当年我们住的那个院 也就是在老张家住那个院 已经不住了 因为家里支离破碎 没有那么多人口了 我父亲搬在 雍戈电影院旁边的一条小胡同里 也是个大杂院 小平房 这里的房租低廉 他跟后老伴就住在这里 我们来到门前 光光一砸门 因为是大清早 街坊四邻全都听见了 有的人开开门了 往外还看了一眼 这时候 我那继母把门打开了 一看我领着老铁回来了 继母也哭了 问了我一句 你怎么才回来 哎 我连连口大爱上 往炕上去看 我二妹妹善林华 居然在这住着 我二妹妹见着我之后 是面尘似水 没等我闯过这口气的 就指责我说 哥 你真是个不孝之子 连着给你排了三封电报 你才回来 你知道咱爹病重的时候 多想你啊 老人临死之前 拿脑袋撞墙 呼喊着你的名字 呼喊着老铁的名字 结果还是没把你判来 你的心简直太狠了 说吧 我二妹林华放声大哭 我带着老铁在旁边 也不住地掉眼泪 我知道二妹冤枉我了 但是她说的也不是不在理 当气平静了之后 我对她解释说 林华呀 非是你哥不孝 这么大的事情 我再不孝我也得回来 可是你忘了你哥的身份 我现在不是自由人 我变成了四类分子了 我的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 都要受到人的监视 像这么大的事情 人家不给嫁 我回不来呀 我把经过讲述一遍 我二妹妹听罢之后 这才原谅着我 我赶紧问 咱爸后事是怎么处理的 我二妹说 咱爸病重 给我也发了电报 好在我在清水台 离这沈阳很近 我就赶过来了 那时候 咱父亲已经卧床不起了 我跟姬母两个人在这服侍她 一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 我爸的单位还不错 塑料八厂派了几个人 帮着处理的后事 包括火化在内 都是人家工会出的钱 我又问 爸被火化了 这怎么不等着我回来就火化了 连最后一面我都没见着 我二妹说 我们早就把你放弃了 谁知道你能回来不回来 再者一说 天已经热了 人搁不住 不及早火化怎么能行呢 我听完了之后 觉得也有道理 我又问 骨灰现在何处 既存在东塔火化厂了 就等着你回来处理呢 我拉成二妹和老铁 我说走 奔火葬场 于是我们登上汽车 到了火葬场了 凭着牌号 到那把骨灰盒领出来 那个骨灰盒不大 论当时的市价是八块钱 那八块钱属于最廉价的 但是质量还可以 上面贴着一张我父亲的遗照 我跟我二妹还有老铁 捧着骨灰盒 来到纪念大厅 找了个地方 把骨灰盒放下 我们倒头变败 我以头处地放声大哭 我说爹 不孝点儿 回来晚了 我来看你来了 二妹也哭 老铁也哭 我们顿时是哭作一团 趴在骨盒上 哭了足有半小时挂铃 当时的纪念大厅里 大部分都是死难者的家属 哭这是很自然的 谁也不笑话谁 也显不出特殊的 到处都是哭声 我心里边一边哭 一边在想 我善天方真是个不孝之人 说书里边常说的一句话 万恶银为首 百善笑当头 我可好 我这个笑字 哥到最后了 要不是因为我的原言 要不是因为犯了罪 也能得到这种结果 我和二妹林华和老铁 在哀悼大厅里都哭了半天 终于止住了悲声 后来商量 这骨灰盒怎么办 我对我二妹说 父亲生前 我多有不孝 父亲现在不在了 我是当儿子的 骨灰盒 我应当带走 不管我落到什么地方 骨灰盒 我也要带在身边 早晚选快好地方 把他老人家安葬了 二妹也同意了 简短揭说 我们办完了手续 领出骨灰盒 用个包袱瓶包着 返回到家里 继母一看我们回来了 赶紧给做饭 于是我们商量 下一步怎么办 我对继母说 娘啊 您也是个命苦的人啊 本来想找个归宿 找个伴侣 没想到没过多长时间 我父亲就不在了 这样办吧 我父亲留下的东西 全归您所有 虽然没有什么 值钱的东西 您看着处理吧 现在我也没有牵挂了 我还得返回农村 至于什么时候回城 我也说不清楚 也可能一辈子都回不来了 我二妹也说 娘啊 东西都不要了 都给您了 您爱怎么处理 怎么处理吧 老太太也掉了几点伤心眼泪 说自己命苦 安慰了多时 我们吃完饭 二妹约我到清水台 他们家里头 我们忙里抽签 辞别了继母 那也是最后的一面了 不知道他后来自己怎么打点的 离开了沈阳这个家 我们到了清水台之后 我们又住了一晚上 我把农村的情况向二妹做了介绍 二妹虽然同情 虽然心疼 但也无能为力 二妹夫对我也是百般的解劝 叫我放宽心 好好保养身体 等着将来国家政策一旦有变 我也可能回城了 晚上都抱着一种美好的愿望 在我们临别的时候 二妹给我找出一包应用的东西 都是劳动保护品 什么劳动服 裤子 手套等等 这些东西对我来说还急需有用 因为农村干活太费手套 太费衣服 我抱着父亲的骨灰盒 拿着应用职务 与我二妹是撒泪分别 当天带着我儿子登上小火车到了沈阳 又从沈阳到了安山 从安山的长途客运站登上汽车 返回台安县 王散只用了四天半的时间 回到家之后 我们把东西放下 我向王全贵介绍了此行的经过 然后急忙忙到大队去报道 大队一看我回来得挺早 没说什么 让我继续干活 这件悲伤的事情过去之后 我也就安静心了 每天起早贪黑的干活 好心的邻居张的娘向我们提醒 说咱们西夏娃这个地方酷啊 一个好劳力每一年挣不到三百元钱 逃出二百四十元的口粮钱 所剩无几 日子难过呀 你们呢也得买口老母猪 下几个崽子 另外呢还得养些鸡鸭等等 以做生活补助 我老伴儿一听有理 于是我们也买了一头老母猪 居然这老母猪还怀孕了 下了七个小子 结果呢只活了两个 死了五个 活下来这俩小子 活蹦烂跳 非常讨人喜欢 在我们不幸这个家庭中 增加了几分乐趣 哪知道其中有个小子 叫小黑 不到一百天就死了 剩下那头叫小花 长得不到五十斤 无缘无故的也死了 使我们非常伤心了 我老伴儿一赌气 把老母猪也卖了 也不养了 就养了点鸡 鸡能下蛋呢 不是自己吃 就是存起来卖了它 变点零花钱 两个孩子都上了学了 我家那台自行车 哎可倒了没喽 自从到了农村之后 就成了公用的了 今天张三来借 说是赶集 明天李四来借 说是看病 总之经常这车子不在家 把我儿子和女儿气的 只跟我度呢 说咱家这自行车成了公用的了 这块的人脸皮真厚 借别人家的东西 跟自己家东西差不多少 有的一借就两三天也不还 我们还想学自行车呢 爸 往后再有人借 你别借给他 我就劝 我说孩子 你们真是不懂事 人家来借咱家的自行车 是瞧得起咱们 咱要不借起 不得罪人了 反正自行车呢 也骑不坏 车子在家的时候 你们再学也不晚 千万不要得罪人 这是车子的事 另外呢 我才发现 我们度大连跑大队啊 有七个牛 其中除了我之外 我们三队还有个叫老杨的 这老杨是沈阳人 据说在国民党的时候 当过连长 被定为历史反革命 下放的时候 家属没跟来 就得一个人 到了三队 盖了不大一个小房 每天呢 是自食其力 这个人呢 可能说的打击太多了 平时不爱说话 见着我 仅是点点头而已 另外几个牛 分散在各个生产队 二队有父子二人 也是从安山被遣送来的 父亲叫老周头 据说呢 在过去日本时期 给日本人干过事 解放之后 被抓进监狱 判处了徒刑二十年 出狱之后 还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 被遣送到农村 他还有个儿子 叫周氏 被定为坏分子 据说这周氏 没事就偷东西 三天两头进拘留所 三天两头被关进岳明山 后来还判过刑 出狱之后 被定为坏分子 跟他憋一块 被遣送到 我们渡大连跑大队 他们住在二队 另外六队呢 还有两个老地主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姓施的 也是我们第三生产队的 这姓施的 据说呢 当过国民党的士兵 按理说不应该戴帽 其实他也没戴帽 就是人们口头上 管他叫坏分子 就因为这个老师啊 手脚不干净 经常在队里偷东西 不是偷这家的 就是偷那家的 要不去到地里偷粮食 所以人们也把它视为坏分子 我们这几个牛 出来下地干活之外 还有一项特殊的任务 每到周六 必须集中在一起 向大队汇报思想情况 和生产情况 汇报完了 大队干部给我们安排活 不让我们回家 农村那个活干不完呢 比方说 大队的院里有个柴火垛 这柴火垛有三间房的大小 有时候他们顺嘴就说 今天晚上把这柴火垛 从东边挪到西边去 把壁好好扫扫 我们只有为命是从 就这大柴火垛 我们七个人忙活一宿 也搬不完嘛 但是搬不完也得搬 拼命地干 希望干完活早早地回家休息 有时候累得我这腰都疼啊 我就躺在地上伸腰 六对的两个老地主一看 有点害怕 就问我 你还敢躺着 快起来 叫人家看见就得罚你 快起来起来 我说 哎 怎么的怎么的 我腰都要疼死了 白天干一天活 本来就挺累 这么晚了还不让回家 能不累吗 老地主就说 谁不累啊 但不干不行了 你出来乍到 你不了解情况 要挨了罚呢 可不是闹着玩的 快起来 我一听也有道理 忍着腰疼站起来 接茬跟他们干活 没过几天 又去汇报思想情况 不管哪位大队干部 吩咐一声 去 把那柴火垛 从西边再挪到东边去 这不是没事找事 这大柴火都挪起来 就得干得多半夜 我们不敢不停 只好唯命适从 所以说白天在地里干活 每周还得特殊的劳动一次 简直是累上加累 再拿产地来说 我说什么也赶不上人家 人家一条龙 很快就产完了 扶着出刀 在那等我 连歇口气 我才干得一半 好不容易熬到头了 人家又开始往回干活 我在后子 连气都喘不上来 又急忙跟着 有那好心的农民就教给我 说老山啊 产地不是这种产法 你看你产的那是什么 你看看别人怎么产的 就掰着手教给我 我也虚心学习 要说种地产地 并不怎么费劲 最困难的就是干皮力活 有时候清淤 这清淤的活可不清久 上边是水 下边是淤泥 得一悄悄地把淤泥 装到筐里 然后抬得很远很远的地方 而且呢 你穿鞋不行 得光着脚 那淤泥里头 经常有玻璃茶的硬砖头 把两只脚全都炸破了 怎么办呢 回来 从衣裳上撕下几块布来 把伤口包好了 咬着牙 接叉干 我跟那个反革命老杨 就是那个连长 我们俩是一副下 我那年三十多岁 他已经五十多岁了 因此体力不支啊 这一筐连泥带水 足有五六百斤 把那扁的 压得嘎吱嘎吱之响 有时候扁的给压折了 再换根木杠 那老杨是呲牙咧嘴呀 我心疼他 就把那筐绳 尽量的往我这边拽 他好负担轻一些 老杨感谢我 只是默默的点点头 不敢说些什么 有时候我们正干着呢 监督我们的干部过来 大部分呢 都是大队干部 看了一眼就说 你们俩是反革命知道不 一个历史反革命 一个现行反革命 怎么装的这么少 又告诉社员 多给他们装点 叫他们负担重一点 我一听的气就不打一处来呀 这是拿我们当牲口使 因此我赌气的跟社员说 装 多装 社员说够多的了 我说不多 装 邦邦又装上两桥 我跟老杨使劲的 飘着框走到岸上 把土盗完之后 老杨这回说话了 我老杀呢 你不能那么说话呀 这不是自讨苦吃吗 你看看我这肩膀子都压肿了 垫着个毛巾还疼 骨头都要劈裂了 哎 我说咱也不是人 他爱怎么的怎么的吧 我没听说过大货人能被累死的 不就是沉点吗 一咬牙挺过来了 我就犯了这个轴劲 清淤的活过去之后 最难的就是修堤坝 因为我们下放的是台安县 十年久落 为了防洪啊 必须修筑堤坝 左一道大堤 右一道大堤 农忙的时候 春中秋收 农闲下来的时候 就得修坝 这修坝 是各个大队 全都参加的一项群体劳动 那活太累太累了 每个人一辆土车 自己装 自己推 那土车就是一个轱辱 又叫独轮车 手扶着两个把 可我过去没干过这种活 因此装车也装不好 推也推不动 有时候走到窄窄那小道上 一个不住一刷 车翻了 那个土 撒的满道全是 后边的人过不去 就大发怨言 你他妈怎么干的 你不愿意干上一边去 怎么给好人挡道 我有苦无处诉 只好听着人家责怪 后来在分工干活的时候 人家都不要我 嫌我笨 比如说我们生产队 往往一干活就分成四个组 一组是张三李四木头六 二组是甲乙丙丁 都分派完了 就我一个人没人要 我站在旁边十分的尴尬 生产队长就问 这还剩一个呢 派到你们哪个组里头 问一组的 一组晃脑袋 问二组的 二组晃头 有的人就说 不要他 他太笨 干物我们完成任务 不要不要 我一看这人呢 落到这个地步 他就不是个人 连车我都不会推 更甭说完成任务了 难怪大伙不要我 我的确是个笨蛋 还是那位好朋友 刘凤奇 偷着跟我说 老善啊 你记住 咱们现在就是 没尾巴的驴啊 干这活是最消耗体力 第一 得吃得饱饱了 把那饭里吃到嗓子眼 左一趟右一趟 两头不见太阳 吃那点饭 一会儿就蹲得下去了 所以 你得多吃 吃饱了 再多吃 这才能兵得下来啊 你要吃不饱肚子 这活干脆你干不了 另外呢 你看这土车们 这不是工具发的 都是私人的 每一分修低的时候 都推上自己的车 你回家呀 应当买辆车 自己的车使用方便 我再教给你推车的办法 你看我们这车们 这瓣上都有俩槽 你让你老瓣给你整个车判 就用麻绳子变的 跟大变的差不多少 为了怕磨脖子 外边用布套套上的 到用的时候 把盼往脖子上一套 两头套到车把上 你得靠着脖子和肩膀的力量 你才能驾起这台车 在推的时候 你也得全身用力 广靠两个鸽子 那能不翻车吗 另外这车上 你得打上草眼 周围有框框 那土才不至于滑落下去 不见你装一车一编的 就剩下半车了 哦 我这才明白 所以回去跟老伴一商量 花了二十五块钱 我也买了一台独轮车 在刘凤吉的指导下 操出车卯 整出边框 最后编了一条袋子 用布把它包好了 套到脖子上 那两头往车把上一套 哎 这回推起来 又稳当又轻球 刘凤吉又教给我 怎么样挖土 怎么样装车 果然 我由伤手 变成了手手 之后再推起来 是运用自如 没过一年了 我成了西游坝的好手 这就叫 世上无难事 就怕心不成 那一车土 足有六七百斤 我架起来 快步如飞呀 从坝底下往上推 上得有人拽 我每天都提前完成任务 从过去的没人要 变成了抢手货 在分组的时候 很多人都要我 老山到我们这组来吧 不不不 我们早定好了 到我们这组 到我们这组 我心里感到是 非常的高兴 还有一件事 困扰着我 我牙呀被劈掉了 现在满口牙 是长短不齐 经常牙疼 这一疼起来 脸红脖子粗不说 连鼻子眼都疼 农村吃那饭 都比较硬 我没法嚼 只好拌着水 往肚子里吞 按照刘凤奇所说 每一顿饭 我都吃三碗到四碗 还能喝一碗西豆腐 简直那饭 都吃得嗓子眼 只有这样 才能坚持的时间长 在西游大地的时候 每天吃五顿饭 半夜前就起床 先吃早饭 嘴还没醒呢 今晚饭下了肚了 摸着嗨 到了目的地 喘口气开始干活 因为天不亮 也无非是走走行事而已 所以大伙呢 也就胡乱干一阵 盼得上午九点多钟 送饭的人来了 大伙围坐在一起 吃第二顿饭 吃完之后 摸摸嘴巴 继续干活 霸上霸下 霸下霸上 来回那么跑的 那活是太累了 好不容易盼得赏 吃第三顿饭 下午三点多钟 吃第四顿饭 天黑收工之后 吃五顿饭 这一天呢 出来干活就是吃饭 也不知道那只胃口 怎么那么好吃 吃的怎么那么多 要光是干活呢 累不死人 干着干着 没想到大祸临探 在农村劳动啊 没有青秋活 最累的活就是修堤坝 因为台安县地处堤坝地区 十年久落 这堤坝每年必须加固一次 每天呢 吃五顿饭 天不亮就出宫 很黑了才回来 我那时候干得挺起劲 我总觉得干活累不死人 但是没想到 我这个牙呀 跟我过不去 在413前后 我的牙齿被打掉了几颗 因为没有钱医治 也没香牙 现在来劲了 这个牙掉了 你要不香上 它就堆排 非得一个几 这一个才能结实 突然呢 我满口的牙就疼起来了 喝口水都受不了 后来把我疼得实在没有办法了 又没有时间去医院 再说了 到了医院 也没有钱去拔你颗牙 我就跟我们同组的人商量 我说我的牙呀 疼得实在受不了了 已经都活动了 你们哪位手狠 能帮着我把它拔下来 同组的队员们一听都笑了 我们都不是大夫 谁会拔牙呀 我说没事 找个笨钳子 夹住了往前去拽就行 有人惊呼道 那你能受得了 我说受不了也得受 这实在疼得没办法了 我喝口水呀 牙都疼 更吃不下饭去 吃不了饭就干不动活啊 这不诚心跟我过不去吗 我求求你们给我帮帮忙 其中有位老张 是车把式 这人挺愣 手也挺黑 他说要真行的话 我替你帮忙 我再谢谢你了 没有钳子 因为我们出宫啊 都住在老乡家里头 他就跑了几家 借了一把笨钳子 所谓笨钳子 就是薅钳子那钳子 那上的全是锈 他借好了之后 拿纸蹭了蹭 叫我张开嘴 看看哪颗牙疼 我说哪颗都疼 疼得最要命的是 后边的曹牙 他看了看 哟 都肿起来了 哎呀 愣好 你能受得了 我说行行行 你放心吧 我实在疼得受不了了 他找了把凳子 让我坐好了 把嘴张得大大的 我一只手 来着塞帮子 他看准了之后 拿钳子 给我夹上了 我说对对对 使劲啊 就这一下 这老张真行啊 最后告诉我 忍着点啊 我可下手了 其他的社员都围着观看 就见老张一使劲 我就觉得一股剧痛 开甭 真给耗下去去了 牙也不知道 飞到哪去了 我这嘴里全是血了 我赶紧往外吐血沫子 大伙帮着找牙 最后在炕烧 把这颗牙找到了 他们拿起来一看 好家伙 这颗牙真够大的啊 三个根 上的还带着块肉 把我疼的 在屋里头转了几圈 又跑到外屋 灌了几口凉水不住的漱口 总算这股疼地过去了 那饭吃不了怎么办呢 我要泡点水就往下硬吞 靠着胃口去消化 好在那阵年轻 劳动量特别大 那胃啊 就好像长了牙一样 能帮着我聚焦 能帮着我消化 总之 今天这颗牙疼 明天那颗牙疼 都说牙疼不算病 疼起来就要命 是一点不假 如果您要牙疼的话呀 您跟我比不了 我光这牙疼了 就疼了十来年了 今天掉这颗 明天掉那颗 不知掉了多少颗牙 好不容易 疲疼修完了 大家列队回家 到家里的老伴 一看我回来了 给我做点好吃的 没有牙呀 吃什么也不香啊 有的东西 胡龙个儿 我就往下吞 实在受不了了 就找吃脚医生 要点正痛片 含到嘴里的 避免疼痛 说这些呀 都是小事 可是我这条腿 不知不觉中 它不怎么好了 看来人呢 有自己调解的能力 也没吃药 也没打针 开始疼 后来不疼了 到现在是完全康复了 我心里头比较痛苦 我还记得 有一次产地 我闯了个祸 在产地的过程当中 公社派的工作队 监督社员干活 别人都可以马虎 我要全力以赴 认真的产 因为我知道 我的身份不同 一旦产地不合乎质量 就得就地挨批派 因此呢 我干得非常慢 人家社员们都到了地头了 我还有一大截 没产完 但是我下了决心 认真的产 结果产来产去 产都快到地头了 再有几颗苗 就产完了 工作队 大小队 大小队的负责人 都瞪眼看着我 我天心吊胆 降产好了 结果实得其反 就剩两颗苗了 叫我刷刷两出刀 给铲掉了 草没动 和苗没了 众目睽睽之下 看得真儿切真 工作队一看是暴跳如雷啊 好你个善天方 你工还是破坏生产 你产苗不产草 你什么意思你 当天晚上就召开了批判大会 大小队的干部 工作队的工作组 全都参加了 我到农村之后 挨过几次批判 不过那都是象征性的 走走行事 大家发几句言 也就散会了 唯独这次是格外的严厉 屋子里坐的满满的都是人 让我站在地当央 工作组的人说 各位啊 今天开个批斗大会 批斗现行反革命分子 善天方 他在众人的眼目底下 公开是破坏生产 产苗不产草 你说他有多嚣张 这是公开 对党 对革命群众 对干部的严重挑衅 大家应该严厉批判 接着众人高高举手 高呼打倒三天方 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 三天方 这下批斗可开始了 工人剧场的情况 财貌干效的情况 是再次发生 我弯着腰低的头 后来我解释说 我是各位领导 各位社员 我有天大的胆子 我也不敢当共破坏 我要有那种心 我就按下腕子 你们看看我这两只手 磨的全是血泡 我没干过这个活 干起来有点紧张 眼睛一发花 苗草不分 故事才产生的这种错误 希望大家能谅解 工作组不依不饶 说我是辩解 没说心里的话 继续批斗 就这次批斗 延长了很长很长时间 但是反来付去 就那几句话 后来工作队的人 叫我到院里到 反省反省 我出去了 社员们在屋里开会 不知道商量些什么 我在外边找个没人的地方 一边抽着烟 一边恨我自己 那怎么在关键的时候 竟掉链子呢 这事的确是怪自己 太笨了 太笨了 我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 我发现生产队柴火柴后面 有小黑影一晃 我本能得感觉到 是我儿子老铁 我赶紧过去就问 是老铁吗 我儿子从草舵后边转过来了 是我 爸 你咋还没回家 爸犯错误了 正在挨批斗 我妈不放心 叫我来看看 哎呀 多余呀 这种事经常发生 你们不必贫心吊胆 快回去睡觉吧 明日还得上学 爸 我不走 我等你 别别别别 你真叫我着急呀 快走 我怕孩子凭见我爱皮豆 心里他难过 所以我一个劲的撵他走 正在这时候 有人喊我的名字 山铁棒 进来 我二次回到会场 又站到原来的地方 批判是继续举行 不仅说我这两颗苗产错了 而且自从我下乡以来 所犯的所谓错误 一一的全都说出来了 我一听啊 没有好 竟是错 我只好承认呢 但是呢 这么承认也不对 那么承认也不对 怎么说都不对 一直快到深夜了 可能领导干部也累了 有的社员坐在炕上 也睡着了 这才散会 政治队长杜景贵告诉我 别人可以回家睡觉 你犯了严重的罪行 必须得劳动改造 今天晚上你别回家了 你把生产队 必须打扫得干干净净 扫不干净 明天继续批斗 社员们散了会了 三三两两 各自回家呀 生产队就剩下我一个人 还有看牲口的饲养员 我从他手里借了调数 借了拨鞋 开始收拾这个院子 生产队的院子好大好大 要想打扫干净 谈何容易啊 我干了一会儿是 头重脚筋 腰酸腿痛 正在这个关键时刻 冤兵来了 谁呀 我女儿惠丽 我儿子老铁 因为咱们看我半夜还没回家 放心不下 奉母命前来看我 一瞅我一个人正在干活呢 俩孩子全都来帮忙来了 替我扫地 替我收拾垃圾 我一看真需要冤兵啊 我利用这个功夫 直直腰歇了一会儿 但是呢 我发现垃圾太多了 没法往外运送 旁边呢 放着一辆小驴车 就是毛驴拉的那个小车 干脆用这辆车得了 我把驴套套到我脖子上 端起车把 让俩孩子往上装垃圾 我一车一车地往外运送 我心说话 我也带上套了 现在也变成驴了 人在屋檐下 怎敢不低头啊 没有办法呀 我们一人撒旗下火中关 一直到那下半夜 这才收拾干净的 我一看差不多了 我领着俩孩子 这才回家 可到家倒头便睡呀 就叫做蒙蒙隆隆 就醒了 还没缓过罚来呢 还得硬着头皮下臂干活 类似挨批斗 类似挨罚的事 局不胜局 我也记不清有多少次了 也没必要一一向大家说明 但说到了1971年的秋天 我们正在繁重的劳动中 突然大队通信员叫王承文 又给我们送信来了 王承文就说 老山啊 你去回家把行李都准备好了 有事 我已经怎么回事 回家收拾行李 又要出宫修堤坝 不对呀 没到时候呢 我心里咚咚直跳 只好奉命 把活计放下 回到家里 把东西收拾好了 我老伴问我 又出啥事了 我说不知道 看来不像是什么好事 一会儿的工夫 王承文又来通知我 到大队集合 我进了大队的院里 一看呢 我们这七个牛 已经全都到齐了 每个人手里都拎着行李 干什么 谁也说不清 又过了一会儿 大队的公安王凤山 三队的民兵排长 卢碧光 领着我们离开大队部 直接奔三家子 三家子 离着我们杜大连跑 三队 也就是二三里面 要不怎么叫三家子呢 左拐右拐走进一处空房 这个房子好像原来是副业队 现在闲职了没用 屋里挺脏 王凤山 叫我们把东西放下 开始打扫卫生 把炕啊 屋里啊 收拾收拾 等收拾完了 让我们把行李放下 准备吃饭 吃完饭 我们往炕边上去坐 等候命运的安排吧 但是往门口一看呢 多了两三个民兵 都带着家伯事 在那看着我们 我心中暗想 发生着什么事了 怎么对我们看管 你这么严呢 还不让我回家 难道 要把我们送到监狱去 这心里边就开了锅了 我们七个人 谁也不说话 静静的在这等着 一直到掌灯之后了 王凤山 还有个公社干部 来了 他们都沉着脸 在我们的对面坐下 叫我们站起身来 一次排开 而后王凤山慢悠悠的 对我们说 今天把你们集合起来 住在这 你们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 我们说不知道 王凤山接着说 那我就告诉你们吧 有个林彪 你们知道吧 我们说当然知道 林彪是党的副主席啊 王凤山把眼一瞪 胡说 现在他不是副主席了 实话告诉你们 他已经叛国出逃 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汉 听见了吗 王凤山说得非常清楚 我一听了 身子就一震了 立马就纳闷了 林彪红的发子 是毛主席身边最可靠的人 而且党章规定 他是主席的接班人呢 他怎么会叛国出逃呢 这里边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难道党中央要分裂不成吗 我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 王凤山又说话了 今天晚上把你们集中在一起 就是让你们汇报一下活思想 对林彪的死 你们是怎么看的 必须要实话实说 啊 都听清楚了 要讲你们思想中最真实的话 他首先呢 问六队的那个老地主 这个老地主叫啥姓啥 到现在我想不起来了 他问这老地主 那你就先谈谈吧 那个老地主平时啊 胆子非常小 口齿也不清楚 我们之间很少交谈 他就知道低着头干活 看那样子早就吓破了胆 老地主啊 还没等说话呢 汗险冒出来了 经公安这一问他 他傻眼了 一边擦着汗 一边说 就我 我 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 你叫我说啥 他刚说完了 王凤山就激怒了 他干嘛站起来 拍着这老地主的脑子说 我说我刚才说的清清楚楚的 林彪叛国出逃 被摔死了 你听到这个消息 是难过呀 还是高兴 哎 就是叫你谈谈思想活动 难道这个 你也没听明白吗 哦哦哦 老地主忙说 他 他叛国出逃 是错误的 应该摔死 王凤山一摇头 不对 判国出逃是重罪 这能叫错误吗 干脆你就回答吧 哎 你是高兴啊 你是难过 说实话 也不知这老地主是咋想的 头一句话就说错了 你要问我 我难过 那个公社干部一听啊 火就大了 指着那老地主就鼻子问 你说啥吗 你难过 怎么了 林彪被摔死了 你心疼 这下老地主知道自己说错了 差点没摔在那儿 一个劲儿就摇晃着脑袋和双手 不不不 我不是难过 我说错了 我是高兴 王凤山又问他 那你说说 你为啥高兴 老地主说 他是因为党内出了个大坏蛋 摔死了 就是少了个祸害 所以呢 我才高兴 公社干部就问他 你到底是高兴 还是难过 说真心话 老地主说 要叫我说真心话呀 我是难过 王凤山说 哎 这就对了 这才叫真心话 这就叫兔死 忽悲 勿伤其累 林彪叛党 你反党 你们是一丘之鹤 你能不难过吗 哎 要这么说呀 这才叫真心话 老地主一听不对劲 马上又改了口了 不不不 我解释解释啊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说林彪这官够大的了 紧挨着毛主席 都多光荣 多伟大呀 他又是接班人 摔死了 怪可惜的 我才难过 要不叛党 有多好啊 王凤山接着说 你他妈的 到底是难过 到底是高兴 今天你要不说实话 你过不了 这一关 1971年的秋天 反革命分子林彪 驾机出逃 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汉 消息传出是举国震惊 就连我们这些所谓的反革命都吃了挂烙 我们杜大连跑的七个反革命四类分子 被关押在三家的一间空房里 当天晚上大队公安公社干部 对我们进行了审问 头一个问的是老地主 这老地主怎么说都不对 急的是满头大汗 脸红脖子粗 最后王凤山告诉他 你说的什么玩意乱七八糟的 你好好动动脑子好不好 去 到外边凉快凉快 过过方 然后你再回答 老地主答应一声 乖乖的到院里去了 接下来第二个被审讯的 就是老周头 这老周头啊 和他儿子周氏 都是从安山被遣送到这来的 老周头毕竟有点文化 所以王凤山问他 老周头 你是咋想的 实话实说啊 别兜圈子 老周头是振振有词 报告领导 林彪叛国出逃 罪该万死 他驾机摔死 在温都尔汉 是罪有应得 我非常高兴 啊 王凤山笑着点点头 你为什么高兴 他背叛祖国 背叛人民 当然我高兴了 王凤山一瞪眼 他背叛祖国 背叛人民 跟你有啥关系 你是人民吗 你是反革命 你高兴个啥 老周头忙回答说 是 我虽然是反革命 但好 坏 我还是分得清的 他背叛祖国 摔死了 这是天大的好事 我能不高兴吗 王凤山又冷笑了一声 你能分清啥好啥坏 如果能变清 你能成为历史反革命 简直是一派胡言 另外老周头 我告诉你啊 据我所知 林比奥啊 没摔死之前 曾经背着伟大领袖 毛主席召开几次秘密会议 其中有一条说 如果他要掌握了政权 就把四类分子和反革命 一概赦免 如果从这个角度说 他应该是你的恩人 林彪掌的权了 你们全都没事了 你 你能不难过吗 你怎么反倒说你高兴呢 快跟我说实话 你到底是高兴 还是难过 老周头立马回答 嗯 他开什么会 我不知道 他说过哪些话 我更不清楚 我就知道 他是个大坏蛋 他死了 是罪有应得 所以我才高兴 这老周头一边说着 一边用手中的拐杖 东东福地 表示他对林彪的气愤 王凤山突然过去 把他的拐杖夺过来了 我老周头 你没事拎着个棍子干什么 是不是随时随地都想阶级报复 老周头说不是那么回事 我上了年岁了 我利用煮这个棒子好借点力 我哪敢接机报复 王凤山说着话 把这棒子夺过来 给扔到外屋去了 老周头身子一摘位就坐在地上 挨着老周头 就是他儿子周氏 这周氏啊 还会摔跤 身高一米八挂零 长得是榜大腰圆 非常有气力 周氏一看他爹 被王凤山给摔倒了 这火就不打一出来 他狠狠地瞪了王凤山一眼 哈腰把他爹扶起来了 我呢紧挨着周氏 我提心吊胆 怕周氏惹祸呀 我赶忙拉了他衣服两下 示意他千万不要动怒 千万不要找麻烦 周氏很聪明 心领神会 把气往下压了一压 把他爹扶起来 一句话也没说 那个公社干部说 老周头 你也是满嘴胡说八道啊 去 到外边过过风 多再想好了 一会儿再问你 走吧 老周头出去之后 第三个被审问的 就是周氏 王凤山问周氏 你都听明白了吧 林彪死了 你是什么心情 你怎么想的 是高兴啊 还是难过 因为这样的事 他问了多少遍了 没回答的人 心里都有数 所以周氏啊 早有思想准备 他直接了当地说 我呀 高兴 高兴 王凤山就问他 你为啥高兴 周氏就说 坏人死了 好人都高兴 王凤山又说 这么说 你是好人了 周氏大声回答 我不是好人 我是坏分子 王凤山扁了扁头 你也不是好人 林彪也不是好人 你怎么能高兴呢 你说这话 你骗谁呢 这周氏啊 毕竟有点年轻 不知道天高地厚 王凤山这一问他 他有点忍不住了 他问王凤山 那我这么说也不对 那么说也不对 那你叫我怎么说 你教教我 然后再叫我回答 那公社干部一听 撑 就站起来 哎哟 好小子 你小子要翻天呢 还敢质问国家公安干部 来来 我这家跟县田也声唐似的 一声呼喊 从外边进了两个民兵 王凤山说 去找条绳子 把他给我捆起来 两个民兵也不知道 上哪找绳子去 当时就愣住了 周氏也不是个省油灯啊 有的倒是官棍不吃眼千亏 他见识不妙 马上把话又拉回来了 他赶紧说 各位领导 你们消消气 我天胆也不敢质问公安 我也不敢质问干部 因为我没有文化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对 所以一着急呀 才说了句错话 请领导能给我一个机会 哎他这话呀 果然起作用了 王凤山一挥手 把那两个民兵打发走了 也不接着往下问了 再一个就轮到我头上了 我早就听得清清楚楚 心里头是明明白白呀 早就做好了思想准备了 如果他们问我 我该如何回答 心中有数了 总之在这种场合 人家是小炉匠戴眼镜 找茬来的 你怎么回答也不对 既然轮到我头上了 那那只有回答了 王凤山还是那套词 问我是高兴啊 还是难过 我马上回答 因为平常我们看不到报纸 也听不到广播 关于林彪是怎么回事 我一点也不清楚 既然公安说了 他是叛党出逃 摔死在温都尔汗 我心里非常高兴 为啥高兴呢 因为国家少了个祸害 毛主席身边少了颗定时炸弹 这是人人都高兴的好事 我虽然是个现行反革命 但是对他的死 我也是非常高兴的 王凤山平霸冷笑了两声 你真不愧是个说书的出身 说出话来是拔面玲珑啊 我再问你一句 你是真高兴吗 我把胸脯一拔 当然 没想到王凤山 也不问我了 挨着我的 就是那个小偷小摸的老师 是三对著名的滚刀肉 王凤山开始问老师 刚才我们说这些话 你听清楚没有 你当众回答 你是难过呀 还是高兴 这老师把头一逼啊 好像睡着了似的 一句话也不说 王凤山问了几句 他不言语 王凤山急了 我说老师啊 你聋了 我说话你没听清楚 你怎么不说话呀 老师小声嘀咕着 我才不聋呢 王凤山就说 你不聋 咋不说话呢 老师晃了晃脑袋 我早就想好了 我咋说也不对 还是让我也到院里 过过风去吧 说到这儿 老师转身就要走 他刚一转身 被王凤山就把他拽回来了 你得表个态 林彪死了 你到底是难过 还是高兴 你猜老师怎么回答 他说呀 林彪死不死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我就知道吃不饱 肚子难过 吃饱了就高兴 别的一概不知 王凤山一听 这还了得了 气得过去 删了他两个耳光子 公社干部就问他 我说老师啊 冲你这个意思 你是说我们没事 找事了 老师低着脑袋 嘟囔了一句 我看也是 王凤山气的 罩到屁股上 又踢了一脚 老师说了 你踢我我就难过 不踢我我就高兴 哎呦 我们在旁边低着头一听啊 乐得肚子都疼 那个公社干部也乐了 干脆也甭往下问了 所以就没问那个老杨 看看时间已经很晚了 王凤山几个人走了 他们走了之后 老地主 周氏 老周头大伙等人 都凑在一起了 特别是不爱说话的老杨 拍拍老师的肩膀就说 我说兄弟谢谢你了 你要不那么回答呀 我也过不了这一关 幸好你把他们都气走了 哎呀我谢谢你我谢谢你 我一听我说话可别走本 隔墙有耳啊 我马上制止他们 我说谁别说话了啊 赶紧坐下 谁也别言语 往后还不定发生什么事 突如意料的事 时间不大 卢碧光从外边进来 卢碧光虽然是民兵排长小队的干部 但队人非常随和 跟王凤山等人截然不同 卢碧光进屋之后看了一眼 天不早了 你们该睡觉睡觉吧 啊没事了 一声令下 我们巴不得躺在炕上睡大觉呢 到了第二天 没有继续审讯 卢碧光又来了 卢碧光就说 现在生产很忙 社员们起早摊黑的干活 你们也不能闲着 每天到院里脱皮去吧 现在垒猪圈的皮不够用了 我们闻风耳动啊 打那之后 我们七个人是一个小组 活泥的活泥 脱皮的脱皮 每天忙个不停 这周事啊挺有意思 毕竟是年轻 高兴的时候 还在那长远巴巴翻几个跟头 老地主一看觉着奇怪 周事 你还有这两下五八超 周事把凶厨一拍 哼 你把我瞧脸了 真要摔跤动五八超啊 他们仨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对手 只是现在我不敢伸手而已 我一听啊 说话又要走板 别别别 别往下说了 咱们是多干活 少说话 就这样 我们干了几天 这天卢比光来了 告诉我们 这场特殊的学习 结束了 你们可以打点行李 各自回家参加劳动了 就这样 我们离开了三家子 又各自回到家里 到家之后 我老伴当然是高兴了 就问我呀 把你们整哪去了 哎 我说不远 就在三家子 干什么呢 学习 学什么呢 咋那么严厉 连家都不让回 我压低声音说 情况特殊啊 你知道林彪不 林彪啊 叛国出逃 驾着飞机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汉 我老伴一听 睁大脸 啥 林彪叛党了 我说是啊 不能吧 是不是谣言 我说你无数 这么大的事情 能是谣言吗 我可告诉你啊 你嘴不老实 千万别掺和这事 别人说错了没问题 话要从你嘴说出来 那麻烦可就大了 我老伴是连连点头啊 话说当年的秋天呢 收成不错 因为没发水 苞米棒子长得格外粗大 高粱收成也不错 農民们就盼着丰收啊 起早贪黑的收割 这活可不清求 我负责装车 那车老板们呢 争着抢着 都希望我跟着 倒不是因为我劳动好 就因为我不泄密 我这才发现 装得满满一车 包米棒子 在没人发现的情况下 那些车老板们 又往裤兜里塞 又往怀里塞 这一路之上啊 不定塞多少岁 先把车赶到家门口 把包米棒子掏出来 装好了 转身 再回地里去拉 反正 哪一趟 都是贼不走空 不仅一个车老板 哪个车老板都是这样 在掰包米棒子的时候 有的人呢 故意的 看见大包米棒子 他不掰 等晚上没人的时候 他偷偷摸摸的 把包米棒子掰下来 拿回家去 所以当时啊 就流传这一句话 十个社员 九个偷 每人缝个大胯兜 其实这话不完全正确 不仅是胯兜 都换成了又肥又粗的大裤子 因为那裤子里装的更多 我暗中好笑啊 有一次 有个姓张的车老板 看了看我 哎老杀 你也穿几岁吧 剪那大的 我听完之后 直晃脑袋 不不不不 我不要 我不要 就想要我也不敢呢 人家社员拿了没事 我要拿了 那楼子可捅大了 所以我坚决拒绝了 秋收结束之后 开始打肠 哎呀 这龙芒啊 至今想起来 那个泪劲 就像在眼前一样 黑天白天的干呢 干了一晚上夜战 第二天还要揭插下地干活 简直那是累的 直不起腰的 困的走着道都能睡着了 就在那年的秋天 我家的住宿发生问题了 至今我也闹不明白 我们那好心的房东老张太太 突然向小队提出来 不许我们家住在他家了 叫我们赶紧搬家 我头着问王全贵 我说你是不是得罪张大娘了 王全贵说没有啊 我们娘俩处得非常好啊 我说那又是为什么呢 老张太太向大队小队提出申请 叫咱们搬家 她一听是吗 我说是啊 人家提了不是一回了 就你不知道而已 后来这件事终于公开了 老张太太态度非常坚决 她说一个人过惯了 多一户麻烦 非叫我们搬家不可 小队为这事也挠着脑袋了 上哪找空住宅去 这一家人怎么安置啊 为我们家的事 开了几次会 做不出决定了 最后 我们第三生产队的队长 刘凤九 挺身而出 刘凤九说这样吧 谁让我是生产队长呢 我看老善姐实在没地方去 暂时先搬到我们家吧 咱走一步说一步 她这一句话给解了围了 于是我们当年收拾东西 就搬到刘凤九 刘大哥家里去了 她的住宅啊 跟老张家没什么区别 三间正房 他们住的东屋 我们家住的西屋 外屋两家共用 那会儿我们家也不养鸡 也不养猪了 显得干净利落 也避免给人家找麻烦 刘凤九大哥 虽然是生产队长 为人非常善良和谐 从来也没说过我 从来都是笑脸相迎 这次我们变成邻居了 我们家对他是千恩万谢 每当生产之余 刘大哥还到我们这屋坐一会儿 问寒问暖 谈谈家长科 唠唠往事 因为他知道我们都是说书的 所以也非常好奇 时间长了 我向他吐露了心声 我说刘大哥 我太怨了 你说我犯了什么罪了 就把我定成了现行反革命 我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对他讲了 刘大哥听完了是深表同情啊 他除了连打哀声之外 也没有可解释的 他说这个事 你最好向上级反应 跟旁人说都没有用啊 你到原单位 原领导机关去申诉我 我说我早有这个想法 材料也写好了 就是呢 我离不开大队 人家不给我嫁 不给我这个机会怎么办 他说好办呢 现在弟妹不是没事吗 共产党讲的是 人犯家不犯的 是不是呢 他还是个自由人 你可以把材料给他 叫他到城里上房去 我一听对啊 打那之后 我抽时间就写申诉材料 然后给了王全贵 叫王全贵借故去城里办事 就这样 左一份材料 右一份材料 源源不断送到安山市 但是始终是没有下文啊 我心里纳闷啊 难道我就冤衬海底 没有翻身的日子 不 我们从老张家搬出来之后 暂时住在刘凤九大哥家里 别看刘凤九是共产党员 生产队长 但为人非常随和 这个人呢 是个善良厚道的老实人 她的夫人刘嫂 也是个极其响亮的人 通情达理 办事干练 同时呢 还是一位生产能手 对我们照顾有加呀 我跟刘大哥相处的时间 虽然很短 但是我能看出 他是个大好人 时间长了 因此我有啥就说啥 把一肚子苦水向他倾诉 刘大哥听完之后 是非常同情啊 因此主张叫我写信上访 把这冤屈能翻过岸来 在他的鼓励下 我接二连三写了不少的材料 叫我老伴带着材料 赶奔安山市 一封一封的望上币啊 那么平常的日子还得过 那年的收成啊 还真就是不错 秋收之后 当务之急 是给我们盖房子的问题 因为刘大哥说了 在他家里 我们是暂时居住 两家人住在一起 诸多不便 要饭还得我戳棍子的地方 所以生产队经请示之后 要跟我们选宅基地盖新房 没地方可找啊 后来寻来找去 就在跟四队接酿的地方 选了块三角地 这叫房生 选中了之后 社员们抽时间给我们盖新房 在农村盖房 一枚砖二枚瓦 那个东西都叫干达磊土坯房 就是你夹着草 祸不祸不往上剁 一点一点把房子就算盖好了 二十几天 两间小房盖成了 你站到远处一看 东扭西歪 哪像个房子的样 这就叫欲速则不达 尽管如此 我家还是非常高兴 还没等房子干透了 我们就搬进去 到了里边之后收拾收拾 勉强算住下了 好这房子可受老了罪了 不久冬天到了 本来这东北它就冷 何况是我们那个房子 是八面玲珑四面透风啊 外边下大雪 屋里下小雪 外边刮大风 屋里刮小风 怎么办呢 我只好带着孩子 用报纸 用肺部 把那缝子全都堵上 把那窗和湖地 严严实实的 尽管如此 依然是南壁寒冷啊 墙上的霜 一刮就是一层 全靠着一扑火炕取暖 像我们这身子骨结实 还能勉强渡过去 我老伴可经受不住了 就在那年的冬天 他被气管炎发作了 一开始咳嗽不止 不能睡觉 到后来越发沉重 是卧床不起 两个眼睛肿成了一条线 我一看这个人呢 完了 我心里的清清楚楚 他身的骨本来就不结实 在那种环境下 能好得了吗 精神的折磨 肉体的摧残 生活的压力 却压到他身上了 我一看呢 这可怎么办呢 就得寻衣讨药 在农村那个条件 上哪找好良医下 没有 就得找持久医生 那时候药品也缺乏 像他这种病根本就治不了 在城里的时候 每当他犯病 就扎青霉素 可现在上哪找这种药去呢 为了叫他延长生命 最主要的是取暖 我们把那火炕烧得热热的 为了屋中暖和 又盘了个地炉子 那烧柴呀 它不够用啊 我和孩子们 每当上学也好 干活也罢 遇上树枝树叉 剥米糊子就往回捡 那也不够用 最后把城里带去 那些没用的鞋 干脆就烧的得了 您还真别说 我们脚上穿的皮鞋呀 那边真净烈 一双皮鞋能烧好半天 全靠这个取暖呢 又在我老伴的头上挡了个布帘 晚上睡觉的时候 给他戴上棉帽子 就那样 他也没见好 后来我老伴勉强的 把眼睛睁开 对我说 天方啊 你给我找点青霉素去吧 我扎上就能好 哎呀 我说我到哪儿 给你弄这药去 他没有啊 全棍又说 你呀 到金凡媳妇家去一趟 他媳妇叫杨贵凡 交接甚广 他跟持久医生啊 杜大夫处的都不错 让他设法给我找点好药 我看这事能办到 我说行 就这样 我冒着雪 找到金凡媳妇去家 都住在一个庄子里头 离这不远 金凡两口子也是大好人 这金凡呢 不怎么爱说话 但心里头有数 为人善良 有时候下地干活 我不会干 都是金凡手把手就交给我 他媳妇杨贵凡 也是个响亮人 外号叫傻小子 动作麻利 为人爽快 热心肠 当我进屋 把这个事情跟他一说 金凡媳妇爽快的 答应了 大哥别着急 交给我了 外边是北风尖雪呀 金凡媳妇二话不说 穿上棉打衣 转身就走了 这叫急人之难呢 我心里是心存感激 当天晚上 他把持脚医生杜大夫 找到我家去了 杜大夫是个兽医 不会给人看病 但是有点医疗知识 看看我老伴瘦成那个样 咳嗽的要命 他说呀 我手里边能弄着几只 瘦用的青霉素 给人炸的肯定没有 要不咱们试一试 我老伴就说 就把我扎死 跟你也没有关系 管它是人用的 瘦用的 你就试一试 行 杜大夫同意了 打那之后 一口气 给我夫人扎了十只 瘦用的青霉素 真是瞎毛碰死耗子 人不该死 总有解救啊 这十只药打完之后 我老伴居然可以下地了 哎呀我这个乐性就憋疲了 仰看要过年了 不管日子多困难 也得硬硬紧啊 我让儿子还买了两挂小便 三十晚上在院里放了两挂 蹦蹦那些倒霉的气 大年初一 我扶着拳棍 到金凡家里去拜年 我老伴也是个热心的人 知恩必报啊 他把最心爱的一件红色毛衣 拿出来了 送给了金凡媳妇 金凡媳妇是说什么也不要 说大嫂啊 你这可见外了 我给你求一寻药 可不是贪图这些东西 我老伴诚恳地说 妹子 要没有你帮忙 我小命早就保不住了 这是嫂子的一份心啊 你无论如何不能拒绝 你要不收下 忘后我闹病 你就是不管我了 金凡媳妇一听没办法了 好吧 大嫂 那我就收下 你等用的时候 你再拿回去 打这之后 我们两家的关系处的是相当之好啊 总之社会上还是好人居多 要是坏人站着上风 那就得天下大乱了 春天逐渐的来临了 我发现了一件怪事 每当我起来之后 我就发现道上站着个人 总是倒背着双手 打量我家的房子 后来我一看是谁呢 正是杜大连跑的副大队长 叫杜新春 他家住的四队 他上大队上班 必须从我家门前通过 他老望我家里看 我就产生怀疑了 我心说这是监视我 是看我干什么呢 他老打量我家房子 啥意思啊 后来我才得知 杜新春也是个大好人啊 他发现我家的房子 东扭西歪 长久不了 这春天一开化呀 这房子非他价不可 他曾经在大会上说过 说不管老善家是什么身份 真要房子倒了 把人给砸死 咱要负一定的责任 我建议还得给他修房子 这房子不能住人 在杜大队长的推动下 三队也认真起来了 可是这房身上哪去许完去呢 他没地儿 好地方都被人家占了 边边厌厌也不能盖房子 为这件事 他们非常犯难 后来经有人提 在孟家港子这地方 给我们修新房 这孟家港子 在我们这村里西着 地势相当不错 怎么叫港子 这地势比较高 好像一架小山 旁边就是泡子 你是养鸭子 养鸡啊 样样都方便 但是就没人上这来住 据说呢 当初这地们 有一座庙 就是土地庙 本村的人也好 外村的人也好 短不了到这烧香了 拜佛了 现在虽然这庙不存在了 人们对这非常忌讳 所以谁都不来 因为我家修房的困难 实在没地方了 才选中了孟家港子 跟我一说呀 管它当初是土地庙 财神庙呢 有个地儿就行 我自然是非常高兴 三队做出决定 在孟家港子 给我家盖房 但是春波开始了 设计员们都非常忙啊 充重修收嘛 这小队啊 特立的给我的家 让我带着孩子们 去平整这房港 因为它高出一大快乐 这晚上不适合盖房子 于是我到处身子里 带着我一儿一女 利用土车 一敲一敲的装土 从高坡上往下推土 把那土地平整了 把坑坑坑坑坑给都垫上 我费时将近一个月呀 我们耶稣 付出巨大的努力 终于把孟家港子给推平了 你还真别说 推平了之后 看着那么顺眼 那么敞亮 后来社员活不那么忙的 凑齐了男女二十多人 又给我们盖新房 这次盖的是比较认真的 地基打的也牢固 房子盖的也比较整齐 虽然是两间房 比原来那要大多了 盖完之后 又选的木材打造了门窗 前后都是园子 这是我下放之后 最好的一个住处 老伴也高兴 我也高兴 把新房子收拾得干干净净 我老伴还贴了几锅大饼子 犒劳那些盖房的人 大家都替我们道喜 顺便我还要交代一句 当初看我最不顺眼 找我毛病那个杜景贵 现在不是政治队长的 被选下去了 新上任的政治队长 叫张绍武 是我那破房子的邻居 张绍武 是个老共产党员 德高望重 这个人心地十分善良 自从他上任之后 也不找我的毛病了 我头上的压力 也减轻了许多许多 这些决定都是他做出的 对我这一宽松 我就感觉到压力减轻了许多许多呀 干起活的也有劲了 也搬进新房去了 我老伴开始收拾园子 打点的是有条不紊 新房也掉了纸棚 最主要一件事 就是把我父亲的骨灰盒 放在桌子上 怕社员们腻歪和害怕 用块布蒙着 谁也不知道 那是个什么摆事 社员们到我家串门的 也是陆续不断 在那几年 我家的园子收成的非常好 当社员们干活下地的时候 有时在我家门前路过 有的社员就赞叹 哎呀 我老善家 你家的园子可真不错呀 这包米棒的长这老大 包米长得也好 高粮长得也不错 他们说的的确不夸张 那一年我家的土豆还特大丰收 不久好消息传来了 说我大妹妹善林芝 千里飘飘 从成都赶到台安县 杜达连跑 来看望他哥哥 我得着这信之后 真是喜出望外呀 多少年没见到亲人了 我带着我女儿 又借了一辆自行车 赶问县城去接我妹妹 结果扑空了没遇上 我们又扭回头了 赶问新开河公社 齐了几十里地 结果又扑空了 我感觉这问题不对呀 明明信上写的是 今日今时 怎么就没遇上呢 我们扫兴尔回 又往家里赶 结果进家一看了 我妹妹早就四平八稳地坐到炕上了 跟她嫂子正在唠车 一看我们爷俩进来 我妹妹非常高兴 当然了 这叫喜中悲 悲中喜 在那个年月 在我不得力的时候 我妹子心疼了 我们把经过都唠一唠 做了彻夜的长谈 第二天我请了假 在家里陪我妹妹 张少武队长也同意了 过了两天 张少武队长还到我家来 听说你家来客人了 我来看望看望 那真是赏给我脸了 那叫政治队长 就好像小队的支部书记一样 支部书记到我家来 那脸上增光啊 我大妹妹一再跟她解释说 我哥就是说书的 我爸我妈也是说书的 从来没干过坏事 这次被下放 实属冤枉 希望队长啊 能够谅解 张少武连忙点头 是啊是啊 哎呀 那你们就上访吧 希望扰山 早日能把帽子摘了 那我们不都是好邻居吗 我们听罢之后是非常感激啊 我大妹妹在农村住了几天之后 留下了钱 留下了东西 她走了 临走之时是撒泪分别 不知道何年何月再能相见 我妹妹临走的时候向我交代 哥呀 你有冤有屈 不能不说呀 还应该加大力度写 申诉材料啊 不能就这么下去 我说我知道 但是写了多少次了 时辰大海 毫无消息 那就接着往下写 做的事情出了头 端再结束 我点头成事 有一天呢 我女儿去赶集 把家里存的三十个鸡蛋 在集市上卖了 变点现前呢 买点应用的东西 她回来对我说 爸 我到县里的新华书店 我转了一圈 现在老叔都上架了 我看见有《红楼梦》 还有《三国演义》 我说是吗 他说是 我还翻了翻看看 都是新印的 过去这些书当作四旧 早就被淘汰了 现在又露面了 我听了当然是高兴了 我一想啊 我不能这么善罢甘休 这虚度光阴的 我要抽出空来 好好读读书 丰富丰富自己的头脑 因此挤出点钱来 我让我女儿再次赶奔新华书店 买了一部《三国演义》 同时还买了本字典 买了两本信使 打那之后 我除了干活之外 晚上是挑灯夜读啊 认认真真的读《三国演义》 过去呢 我说过不止一次 但是都是走马观花水过地皮诗 这一次我要深入地读 每一字每一句 我都要加深理解 有不认识的字 马上查字典 把它标出来 的确下了不少的功夫 因为一切都比较宽松了 有时候社员们在干活之余 就跟我说 爱罗莎娜 听说你在诗里是舒服的 还挺有名气的 能不能给我们来一段 也让我们高个性 我说不行不行 这事儿 我自从被下放之后 大队早就向我提出警告 只许我老老实实 不准我乱说乱动 那都属于四舅啊 我怎么敢给你们讲 社员们不答应 没事没事 什么四舅八舅的 讲讲故事 大伙开开心嘛 没那么严重 来 来两句 来两句 我要老毛病难改 就是管不住自己这张嘴 心说 他们叫我说书 我是说 还是不说呢 1972年呢 是我到农村之后的小阳村 由于政治队长换了 我的压力减轻了 IP斗的次数明显减少了 跟社员们相处的相当融洽 有时候社员就鼓动啊 叫我给讲评书 开始我说什么也不同意 可后来呢 架不住大伙 老村对这件事 我就控制不住了 三五个人凑在一起 我就给他们讲 哎 这一讲可炸开锅了 结果越听的人越多 越听的越多 不管男女社员 却围在我的身边 听的是津津有味 每当田间地头 干活闲暇之时 他们就叫我讲 我就打开了话匣子 也无拘无束的 给他们讲开了 你想 这是我的专业啊 给社员讲 信守得来 把他们迷得是 边三道四 哎 这样也好 干铁活里也比较轻松了 有的活我干不完 大伙主动帮着我干 哎 这明显 劳动量也减轻了 这就是从艺的好处啊 你既是科学家 技术员 你到了那片天地 也没有用武之地 可说书的则不然 就靠着一张嘴 这么一白活 把大伙 都给迷得颠三道四啊 因此 我每天活得比较自在 同时我也想到 我是什么身份 现行反革命 这顶帽子太山崖顶了 我的子孙后代都不得安宁了 我想什么办法 把帽子也得摘掉 因此我还不断地写申诉材料 这是一 另外我还幻想着重登舞台 一旦我的问题解决了 回到市里 我还得登台说书啊 要这样荒废下去 不就完了吗 因此我抓紧时间 每天在产地干活的时候 我抓紧时间就背书 那农村的笼呢 也太长了 就拿大东那块地来说 一条笼能有二里地长 从这头看不着那头 产一条笼 产半天 再回来就该吃午饭了 我正好利用这段时间 手里干着活 脑袋里想着我说的评书 什么随唐演绎 大名英烈 三峡武艺 等等等等 我是认真的背 认真的想 有时候想着入了身 说将来我一旦再重返舞台 这段书不能这么说 因为过去说这段书不合理 我应当怎么个改动法 有的地方显着空 我如何去丰富它 时间不大 到了地头了 也没觉着累 在忘回惨的时候 我照样背书 反正时间有的是 我几乎把我所说过的书 背了一遍又一遍 后来背的没词了 又背我过去的教科书 教科书背完了 我又想起了我看的那些小人书 连环画 小人书想完了 我又想起那些字书 什么鹰爪王啊 巴山剑侠 蜀山剑侠 火烧红莲色 我是背了一遍又一遍的 反复的背诵 这些书烂书于心 所以落实政策之后 我登台马上就说 有很多同行觉得惊讶 说十几年过去了 你的脑瓜怎么那么好使 咋一点都没忘呢 嘿嘿 我告诉他们 我从来就没有放弃过 我就知道迟早会有这么一天 我每天都在背书 哪有忘的道理呀 这是后话咱们展窃不提 哪知道好景不长哦 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关 到了1973年的时候 生产队的班子重新改组 张绍武老了不干了 辞去了政治队长 换了一位新队长 戳号叫老包子 这老包子这个人可不怎么的 我们同住在第三队 他家的自留地 挨着我家的自留地 为了地的事 我们经常发生矛盾 虽然我们惹不起人家 但是我老伴的嘴也不饶人 经常为逼 发生口角 现在老包子走马上任了 他这一上任 就拿我开刀 怎么瞅我都不顺眼 没事就警告我 我了解你 你自从来了之后 你满地头胡说八道 讲那些四舅古书 你想干什么 你想拉中革命群众啊 告诉你 我在任生一天 就不准你乱说乱动 你要好好地检查 另外回去你告诉你那老伴 不要张牙舞爪的 别忘了他的身份 他是凡属 这真是新冠上任三八火呀 首先 那我就开了刀了 自从老包子上任之后 我开始倒了霉了 老包子给我规定 你是现行反革命 你跟其他的人不一样 给你个任务 你每天早早地起来 去骑尿 等来年生产队 春波的时候好用 这个担子可不轻哦 我每天呢 比大伙得起早一小时 飘着尿桶 挨家挨户 去骑尿 我们一共是五十四户人家 天还黑着呢 我到人家门外就喊 骑尿喽 骑尿喽 有的人起来拿着尿盆 把尿倒到桶里头 有的不爱动就说 没有 我就走下家 有的还真能尿 没骑几家 两桶就装得满满的 我把尿飘到鸡飞场 倒完之后又回来重新骑尿 这五十几户把尿齐完了 又该下地干活了 我赶紧把尿桶放下 回家草草 吃口早饭 急忙下地干活 这回也好 我也不敢背地里 给大伙讲评书了 我怕这老包子找毛病 大伙背后没有一个不骂他的 什么老包子 就因为他长得黑 并非是他像包文正那样 公正无私 而且这个人是非常的自私 社员们全反对他 但是又无可奈何 真是福不双至 祸不单行啊 不仅老黑的上任 管着我找我的毛病 现在大队的公安也换了 原来的王凤山掉到公社去了 又换了个新公安 姓安 外号叫安的舌头 因为他说话不利落 他是二队的 据说这安的舌头 平时游手好闲 就爱打官司告状 没事反映情况 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 他当了大队干部 没事舔着小草包肚子 拿着把镰刀 到各队溜达 管别人 别人全部服他 瞧不起他 他把这气 全撒在我们几个牛身上 上任那天 他首先的一个任务 就是把我们几个牛 集中起来训话 他逼着那个大舌头 跟我们说 你们是爹地离人 你们要聊聊聊聊聊 如果不好好劳动 不好好改造 你瞧我怎么收拾你们 我们心里都好笑 不敢反驳呀 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打那之后 他也给我们分派了任务 告诉你们啊 每周六 义务劳动 必须到大队来干活 打扫卫生 搬柴火剁 有十万你们就得干什么 听见没有 我们说是是是是是 凭了多时日子的大队劳动 街巢又捡起来了 转眼之间 无一街道了 社员们纷纷到公社 去参加庆祝大会 我们这七个牛没有权利参加 在头天晚上布置任务的时候 黑老包子把我叫到面前 老赛 明天社员不代价 都开五一庆祝大会去了 经过我们研究 给你个光荣的任务 我一听光荣任务 啥事儿 老包子接着说 你看见大队那厕所没有 你把那厕所给我熟识得干干净净 如果我开会回来 发现没熟识干净 剩下的我叫你吃了 我说行行 你放心吧 还发给我一顿粪 挑粪勺 扫手 白灰粉 等等等等 第二天他们都走了 我跟我老伴说 今天我变成逃粪工人了 黑老包子说话算数啊 我要逃不干净 他非收拾我不可 我得早早去干活 我挑着粪桶来到那个厕所 跟您这么说 世界上再没有那么脏的厕所了 因为他在大队的旁边 大队经常开会 来往的社员 以及其他地方来的人 都在这方便 光方便没有人收拾 那简直都下不去脚 离着多少米以外 就闻着臭味呛人 就这么个地方 叫我收拾干净 但是我又不能不收拾 我把牙医咬心一横 不就是脏 不就是臭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人要把自己豁出去 没有过不去的难关 收下 于是我进了厕所 我就开始掏着粪 后边有个挺大的便池 这便池是满满当当的 我把粪桶放下 没几勺就装满了 那玩意还真沉 我挑起来 送到鸡飞坑 往返能有几百米 接着挑第二挑 一会儿又装满了 又送到地里 就这样反反复复 我一边挑着 一边数着树 挑到五十条的时候 可以看到底了 结果越深越不好掏 我没办法 把这粪桶啊 放到池子里头 我再跳下去 脚下踩着粪汤子 开始掏着粪 好不容易装着粮桶 我又一桶一桶的 举过头顶 送到那边上 有时候手就摘呗 那粪便就躺出来了 结果我身上 脸上都是 不怕您笑话 我嘴里崩得全是 您知道大粪什么滋味吗 我告诉您 是咸的 咸臭咸臭的 我心里倒知放个儿 怎么能大吐一阵 才痛快呢 最后我咬着牙 把底也清干净 清干净之后 我又挑着净水 倒到池子里头 拿着扫鼠头 一点一点的刷 刷完了 把这水我挑出去 再结差刷 连刷了几遍 刷的是干干净净 连我看着都非常满意 外边收拾干净了 我收拾里边 把里边的粪便清理得干干净净 用水刷完了 又撒上白灰 这回是焕然一新了 你说人怪不 我也闻不着臭味了 也不恶心了 看了看太阳 刚往西边转 我就大功告成 我利用这段时间 赶紧找到水泡子 痛痛快快的洗上灰澡 把头上身上的粪便都洗得干干净净 等我回到厕所的边上 往大道上一看 社员们还没回来 证明我提前完成了任务 先来没事抽烟吧 那阵烟卷抽不起 都是自己家里种的叶子烟 本地人管的叫哈马赖 那种烟闻着非常臭 一股臭脚鸭子味 但是你不臭又没有旁的 谁让你有烟饮呢 我就开始卷烟 卷了一只又一只 等来等去 我发现大道上有行人了 杜大连袍的人 陆陆续续回来了 又等了一会儿 老包子露面了 似乎这老包子 把这件事忘了 他拐弯刚要回家 一抬头看见我了 我赶忙走过去 我说队长 你交给我的任务 我完成了 请你检查 他胡着个脸 背着个手 来到公共厕所旁边 里里外外看完了 头一回脸上 露出点笑容来 冲着我点点头 干得不错 行了 今天下午 放你家了 回家歇着去吧 我说 哎 我是如蒙大赦呀 那天回家 比哪天都早 到了家里的衣服 我脱下来 又换了一套干净的 我躺到炕上 是胡思乱想 善天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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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苦物你都尝到了 又奇妙又掏大粪 这工种可够圈的了 现在我落在老包的手里 更没有出头 更没有出头之日了 果然不出我所料 在那一年秋收之后 突然有一天 队里开大会 我刚要进去 被两个人给拦住了 等等 你先等等 我不明白什么事啊 就预感都不妙 我站到门口听信 突然听屋里喊 打倒善天方 打倒反革命分子善天方 把善天方带进来 我一听感觉到纳闷 什么事 我又犯了啥错误了 难道今天开啤酒大会 又轮到我头上了 多是日子 没被批判了 这是头一回 我进了屋里之后一看 炕上坐满了社员 我站得地当阳 把头低下 等候人家训话 我头眼一看 大队公安坐在正座上 黑老包子坐在旁边 周围都是我熟悉的社员 我刚站好了 黑老包子说话了 同志们 今天咱们开个批判大会 今年的收成 减产了 比去年减产了一成 我们查了查 知道什么原因吗 就是阶级敌人破坏的结果 这个阶级敌人就是善天方 他整天胡说八道 拉拢社员 不安心干活 故此这才减产 因此我们要肃清流毒 狠狠地批判这个善天方 他讲完之后 安的舌头说话 中外啊 据我所知 这个善天方极不老实 经公社干部对我说 他经常写什么 翻案材料 让他家那个臭老婆 往市里去送 结果这些材料 又返回到公社 说明他不认罪 要知道阶级敌人的第一条 就得认罪 不认罪 别的都是瞎扯 善天方就是不认罪 不但不认罪 他还跑到又翻案又放毒 所以必须严厉批判 大家踊跃发言 结果社员们 一个发言的都没有 就光听这老包子 和安的舌头白火 最后社员彼得没有办法了 也有三五个举手的 也不过就是走走行事而已 批判会进行了一个多小时 这才散会 安的舌头说 是社员同志们 要划清阶级界限 我的建议 别上老山街去窗门 以免中了毒 听见没听见 少跟他说话 少跟他接触 说完了散了会了 我回的家里是垂头丧气 我一看又来了 看来暗无天日啊 这个罪啊 糟起了眉头 要照这样下去 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但是不活着又不行 我按下决定 我按下决心 迟早一天 我的事情会弄清楚 我相信有真相大白的那一天 这会儿再难再苦 我要咬紧压关 也要停过去 可是时过不久 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摄论 叫痛击又轻翻案风 这下可不得了 看来啊 想翻案的 喊冤教区的何止是我一个人呢 从中央到地方 这个呼声是很高的 忽然的话 不能发表这篇摄论 这是有针对性的 于是公社 大队小队是闻风耳动啊 我成了他们整治的对象 因为旁人呢 都不写材料 暗中喊冤教区 不敢公开表示 唯独我一个人 屡次三番的 网上的写材料 这不就成了对象呢 因此大会批 小会斗 社员不发言不行 老包子带头 大舌头领队 把我批的是 屁屋顽腐啊 同时还给我施压 施压的办法 就是多干活 社员们下了班 我没有条件下班 我还要打扫卫生 每周六 到大队去报告思想活动 然后还要打扫 大队的院子 有一次 我们骑个牛修桥 没有人见识 在修桥的过程当中 周氏就对我说 马上来的 在这活受这个罪 那个安的舌头是个 他妈什么东西 处处找我的茬 我一笑 咱同命相连 我也不例外啊 找我的茬 恐怕比你还严重 周氏偷着跟我说 我说老山啊 这个鬼地方 我不想呆子 我说你干嘛 我想跑 呀 我一听脑袋嗡了一声 我说周氏啊 你可千万别做傻事 古语说 人在矮颜下 不得不低头 你不低头 就撞你脑袋 人呢 不能忘乎所以 是什么时候 就说什么话 可是话 道理是这么回事 有时候 自己就管不住自己 就拿上文书 咱说的那个周氏 就是这样一个人 周氏这个人呢 我感觉不错 直肠子 有啥说啥 小伙子身大力不亏 又能干活 但是呢 他也有个毛病 看不清形势 不服改造 经常在二队 挨批斗 我在三队挨批斗 他在二队 因此 他就产生着强烈的反感 有一次 他偷着跟我说 他不想在这待着了 他要跑 哎呀 把我吓得可够呛 我就劝他 千万别干傻事 现在这世界上 是天罗地网 你往哪儿跑 周氏冷笑一声 老山呢 你就瞧好吧 我这个人说话算数 我以为周氏啊 也就是说说算了 结果没过几天 真的就发生了 那天是个星期六 按道理 我们这些牛 都得到大队去报道 汇报 活思想 参加特殊的劳动 哎 结果呢 周氏没来 大队干部告诉我 你去一趟 把周氏招来 什么时候了 他还不来 我答应一声 跑到二队 砸开他家的门 他妈给开个门 我就问 周氏呢 他妈质疑了一下 嗯 上大队报到去了 我说没有啊 我们人都到齐了 就缺少他一个 那怎么回事呢 你们再等一会儿 他就能到了 就这样 我又回到大队 向大队领导 做了汇报 又等了一会儿 还不见周氏的样子 那个安的舌头 就问老周头 我说老周头 你儿子是跑到哪儿去了 怎么还不来 去吧 他妈跑了 老周头 紧摇头 不能啊 他往哪儿跑啊 我们爷俩出门的时候 他在前 我在后 他走得快 我走得慢 谁知道这小子 你头扎到哪儿去了 大概等一会儿 他就能来 一会儿等到晚上九点多钟 周氏也没露面 安的舌头说 准什么是跑了 师父你们爷俩做的靠 老周头忙说 他说不敢不敢 没有这种事 后来安的舌头 带俩民兵 到了老周头家了 也没找到这个周氏 咱这么说吧 一晚上没见着周氏的面 家里也没有人 可见周氏是跑了 我一看呢 就想起前两天 周氏跟我说的话 我心说这小的胆子不小 果然是逃走了 当然这个秘密 我不能往外说了 第二天 消息就传开了 整个杜大连跑大队 都知道周氏跑了 安的舌头当众宣布 他往哪儿扫 到处都是革命者的眼睛 过不了两天 他他妈就得被抓回来 不信你们就瞧着看 我把这件事对王全贵说了 王全贵皮心吊胆呢 周氏真跑了 这小的胆子真不小 我说可不是吗 哎但愿老天保佑 千万别把他抓回来 要抓回来非得加刑不可 我老伴也是这么想的 打那之后 社员们在地里干活 谈论的中心话题 就是这个周氏 你别看周氏是个坏分子 在我们渡的连跑大队 小有名气 都知道从安山 遣送了一个大个子 还会摔跤 力气还特别大 但二队人员还不错 所以这周氏的出走 就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了 每天我都在想 千万别把周氏抓回来啊 结果没过几天 我还清楚的记得 日子旺西一转 离收工还有一段时间 我们往公社的大道上一看 来了一伙人 其中有王凤山 我认的 还有几个陌生的面孔 中间压着一个人 戴着手铐子 正是周氏 我心头一沉呢 哎呦 这小子究竟是没跑了 到底被抓回来了 哎呀 看看他这结果如何吧 我就看着这伙人 把周氏压进大队的队部 等我们收工之后 吃完了晚饭 当天晚上 全大队召开了大会 我也参加了 因为什么呢 我们这些牛都是陪绑的 那儿逗周氏 我们得在旁边陪着 人们做好了之后 我们也上了台 低着头弯着腰 把周氏从后屋给推上来了 周氏也弯腰低头 公社干部讲完话之后 安的舌头主持会议 安的舌头当众宣布 我各位乡亲们 我说啥里的 你们还记得吗 现在到处都是警惕的眼镜 革命群众 那眼镜里是容不了沙子的 我说周氏跑不了 他果然没跑了吧 这才几天 就被我们给逮回来了 现在就将周氏 向大伙交代事情的经过 周氏 你跟大伙讲一讲 你为啥要逃跑的 周氏直起身子的说 报告各位 我在队里干活 太苦了 我受不了这种管束 又挨批斗 又干重活 所以我才逃跑的 你什么想往哪跑 我想跑的远远的 只要没人管着我 不干累活就行 安的舌头接着又问 那你怎么被抓住的 你要经过 再好好说一说 周氏回答 是这样的 那天晚上 我没来到大队报到 我就跑了 我先跑到安山 想投靠我堂兄去 堂兄 胆小怕事 堂嫂不愿意收留我 我没有办法 连夜 我又到了天津 天津也有个亲戚 我想借点路费 结果我那亲戚啊 也挺穷 他们不了解我的身份 我也没敢说 我是逃跑分子 我借故 说我爹有病了 现在需要治疗 因为手头紧张 来借俩钱 我那个亲戚 好不容易东斋西戒 给我凑了五十块钱 我想买张火车票去新疆 结果这钱它不够用啊 仅够买到太原的火车票钱 我心里都盘算着 太原就太原吧 到那再想折 按着舌头问他 你能想出啥折呢 是不是还得抽 周氏也不严惠 有那种可能 没钱憋倒英雄汉 所以 背不住 我就得偷 你算什么英雄 打倒坏分子周氏 群众也跟着震慕高呼 打倒坏分子周氏 周氏逃避改造 罪开万词 喊了一顿口号之后 还是接下来 叫周氏谈问题 周氏接着说 我呀 借了钱之后 在天津买了一张 去太原的火车票 在票房子 等车的时候 我突然来了困劲 我就睡着了 后来被车站的民警和工作人员把我叫醒了 大概他们发现我手里没有行李 对我产生了怀疑 就把我带到派出所去了 问我从哪来的 要上哪去 我没敢说实话 我就胡编烂造 结果他们很认真 他们问我从哪来的 我没敢说逃跑的 他们就到处打电话 因为我编的都是瞎话 怎么样也对不上号 人家对我就更怀疑了 后来没有办法了 我说了实话了 人家是才跟新开河公社联系上 派人把我给抓回来 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我一句瞎话 我也不说 这是实实在在的真情 我在那低着头听着 哦 是这么回事啊 但是谁知道周氏说的是真的 还是假的呢 总之他是被抓回来的 批造大会啊 进行了将近两个小时 后来公社领导宣布 不给周氏加刑 放在大队继续监督劳动 不过他属于重点监督的对象 手铐的给他打开了 没放到回家 当晚有人堪压着 就住在大队部 大伙也散了会了 到了第二天 我们开始夏季干活 人们谈话的中心话题 依然是周氏 有人说周氏 这小的胆子真大 有人说天罗地网 他没个跑 慢说是周氏 就李氏 他也难逃 等等等 说什么的都有 周氏呢 天天在大队干特殊的活 什么中叫他干什么 走到哪都有人看着 我们没有见着面 不过在大队的时间不长 不到十天就把他释放了 他可以回家了 也可以参加正常的劳动了 我心里就盼着 大队能给我们分派特殊的活 我跟周氏在一起 我详细地问问他怎么回事 果然机会来了 没过几天 安的舌头 把我们这几个牛凑在一起 修桥 因为那桥啊 来回过车 老压坏 三天两头的修 这回周边没有人了 我利用休息的机会 偷着问周氏 我说周氏啊 你怎么被抓回得这么快 周氏晃晃脑袋 打个嗨声 别提了 真倒霉 我早不睡觉 晚不睡觉 偏感那个结果眼 我睡着了 结果被他们给逮住了 我说那天批斗你的时候 你说的都是实话吗 周氏狡猾离笑 有的我是编的 哪是编的 哪是真的 其实我跟你说吧 我到安山不假 到我唐兄家也不假 我唐兄啊 给了我五十块钱 叫我快走 我唐嫂还不依不饶的 为这件事 两口的还发生着争吵 我见识不妙 转身就走了 我去天津也是真的 那不是亲戚 是我一个哥们 或许常跟我在一起鬼混 他也不富裕 因此给我拿了俩钱 也不多 我到车站了 我根本就没买票 我也想钱不多 买什么票啊 能混个白坐车 就白坐车 结果我在车站上睡着了 叫人家给堵上了 这才是实情 我说周氏啊 你啊 老老实实劳动吧 别再想邪门歪道了 再叫人家抓回来 可不能这么便宜了 周氏换换脑袋 那也不一定 看情况再说吧 您呢 别看我嘴这么劝他 我心里头也早有想法 跟周氏一样 打算逃走 只是没有把握 我没敢轻举妄动 周氏这次被抓回来 给我消想着警钟 我一定要提高警惕啊 我心里盘算着 如果有一天我要逃跑了 能不能像周氏这样 很快被人家抓回来 车站那是个敏感的地方 无论如何 不能在那过夜 周氏就是个例子 我心里反复盘算 可这个秘密啊 没敢对任何人说 连我老伴 我都没敢讲 接纱在队里的干活 但是数欲净而风不止 那个老包子对我是毫不留情 到处找我的毛病 到处给我施压 简直逼得我没有活路 咱举个例子来说 那年秋天又下大雨 我们大队几乎全被淹了 为了解除水患呢 得借抽水机 这抽水机啊 得上其他公社去借 去什么公社 我现在记不清了 这老包子把我派出去了 配合大队干部 拉抽水机 我自从到了三队之后 几乎没有出过门 那个公社在哪 我从来就没去过 感到十分陌生 就紧跟着大队的干部后面 低着头往前走 雨哗哗下着 道路十分难走 后来我们这几个人走散了 哎呦我抬头一看 身边空无一人 大队干部上哪去了 我也不知道 这下我可懵了 天空下了大雨 寺外白茫茫一片全是水 也不知哪里有坑 也不知哪面是河 一旦我不加小心 一脚踩空了 就有生命的危险 我是提心吊腾嘛 眼看天黑了 连一点目标也没有 我心中暗自着急 走着走着 我突然发现 大地的远处 有灯光一闪 我心里振奋起来 哎呀 有灯光就是有人家 我不如过去打听打听 我直接奔灯光就走去了 哪知道脚底下全是水呀 有一条很深的大沟 说是沟跟河差不多 我这一脚就灯空了 整个栽在水里头 到了水里头 我大嘴一张 蹲蹲蹲 还喝了几口水 为了求生的欲望 我是手抛脚等 拼了命的往前游 虽然我不会游泳 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三灯的五灯的 还真就趴在对岸上了 我趴在泥里头 喘了半天气 把喝的水吐出来 长叹了几声啊 难道今天晚上 我过不去了不成吗 我还得奔灯光走啊 只有到那儿 我才可能活命 真是好不容易啊 越走越近 终于找到灯光所在的地方 闹了半天呢 这也是个抽水蛋 平大的房间里 就一名工作人员 这工作人员一看我 还吓了一跳 他问我 你是哪儿来的 我说我是杜大连跑大队的 我跟我的工作人员 走散了 现在我迷了路了 无处可去 我打算在这儿待一宿 您看可以吗 那个人想了想 既然这样 你随便吧 反正背后入的床铺 啥也没有 你找个地方 你一宿算了 我说行 我找个没人的地方 把衣服脱了 全凝干了 没有可换的衣服啊 又把湿衣服全穿上 有一间空房子啊 有一张挺大的乒乓球案子 可能是职工们没事健身的地方 这个就当床铺了 我往上一躺啊 好家伙 这屋里点的大灯泡 四面没有门窗 成了蚊子的世界 我长这么大 没遇上过那么多的蚊子 他们一看外来个人 高兴了 大概把我当作唐僧了 都想吃唐僧肉 几百只蚊子 把我给包围了 我没有办法 把露出的地方 全都包延了 衣服不够用 墙角有一罗报纸 我就拿报纸包 后来困的实在没办法了 用报纸把脸遮住了 我就沉沉睡去了 这一觉一直睡得大天亮 我醒了 我问那名工作人员 这附近是什么公社 他说 韭菜台公社 我一想背不住 借抽水机上韭菜台 回忆回忆 大概是那个地方 我问他有多远 他说十二里地 你往前走就到了 这回雨也停了 路也比较好走了 有的地方水全退了 我一口气走到韭菜台公社 找到大队办公室一打听啊 人家说是这么回事 你们杜达连跑大队的 昨天来了一伙人 把抽水机都拉走了 哦 结果我扑了一个空 心说坏了 大队干不着找不着我 我要回去非挨批斗不可呀 因此我转身又往回走 这才想起来 一天一夜 水米没沾唇嘛 肚子饿得要命啊 人要是饿了 浑身乏力是寸步难行 怎么办呢 正好路过一片瓜地 我一瞅着那香瓜 心里是一阵的高兴 抽水机没借来 我呀还挨了一天一夜的饿 在返回的路上 实在受不了 人是铁 饭是钢 一顿不吃饿的活 简直是寸步难行 眼前发花 正好路过一片瓜地 那香瓜长得真不错 于是我找着看瓜人 我就跟他说 我身上没有钱 我是杜达连跑三队的 借抽水机没借来 我往回走 实在饿的走不动了 想啊借个香瓜吃 那个人很通情达理 用手一指瓜地 随便吃 能吃多少吃多少 分分不要 我说谢谢谢谢 于是我摘了一个最大的瓜 没有一斤也差不多 坐在地里三口五口 就把它吃一下 您别说 这瓜呀还真能顶粮食 吃完之后 我也不怎么饿了 继续揭插往前走 好不容易回到杜达连跑三队 我的家里呀 我先把湿衣服换了 告诉我老伴 快给我整饭 我老伴一边整饭 一边问我经过 我把经过讲了一遍 老伴把饭做好了 我吃的饱饱了 心说我得上大队去报道去 我也不能不露面 又一想 够倒霉的了 哎怎么地怎么地 又困又罚 我是倒头便睡 这一觉睡到晚上了 大队也没找我 到了第二天 下地去干活 大队也没问我 看来这件事啊 他们把我给忘了 我也没必要去汇报 这一片就接过去了 雨还在不停地下 水还在不停地涨 所以我们全队的人 集中精力排红排浪 因为高瓦里的全都是水了 大队小队都是挑灯夜战 这排水工作都挺难的 事无巨细 比如说有条沟 那沟水已经满了 要流出来 把大地就给淹了 怎么办呢 就得排水 那天晚上啊 我加入排水的队伍 哎呀天冷得要命啊 已经到了秋天了 尤其到了半夜 那风一吹 冻的人浑身发抖 我们每个人都穿着棉大衣 就那样站在岸上 依然是瑟瑟发抖 于是大队干部 让我们在岸上 点了几堆篝火 一方面照明 一方面取暖 这人必须跳到沟里头去 独动 什么耗子洞啊 黄鼠狼子洞啊 必须得堵了 不然的话 水浸透了 就能流出来 像这种活 谁也不愿意干 穿着棉衣都冷 跳到水里更崩堤了 我去那个倒霉的 安的舌头用手一指 老赛 你下去 我不敢不听啊 把衣服全脱光了 就穿着个小裤头 我跳到水里去了 水啊 能到岸之窝那么深 我也不懂得 怎么个堵的方法 我就问 咋堵啊 安的舌头就说 你是妈真笨 你手摸不着 你用脚滑了 你觉得哪块有窟窿 那就是老鼠洞 我们把沙袋扔下去 你就给堵上 那就行了 堵结实点啊 哦 是这么回事 于是我双手扶着按 身子一点一点挪动 用脚躺 一躺果然有洞 我说 这儿有 他们马上 把事先准备的沙袋子 扔下来 我用脚 结结实实 把洞给堵上 接沙再往前摸 又发现一个洞 他们又扔沙袋子 又给堵上 这番时间不能太长啊 简直我在水里头泡着 洞的那个难受劲 就甭提了 用笔墨难以形容 后来啊 我也不知道是洞 还不是洞 因为手脚都麻木了 只要我用手 往下一指 他们就扔沙袋子 我有洞没有洞 大约过了半小时 安的舌头叫我上岸了 你说要冷到那个份上 自己就不能控制自己 我动到什么程度 那心呢 就好像结了冰 身上不听使命 我一个劲在岸上跳 上 想不跳也不行了 社员们赶紧把衣服 配在我身上 让我在篝火旁啊 取取暖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 这才暖和过来 我赶紧把衣服穿上 这时候天已经四亮四不亮了 大队干部说 大家劳动一个晚上没合眼了 这样吧 咱们集体到副业队 大伙喝点热豆腐暖一暖身子 大家听完了非常高兴 我们拉着队伍赶问副业队 这副业队呢 就是做豆腐 豆浆 一些副产品 收入还不错 平时我也来过几次 那一拉六五间房子 房屋宽大 有的时候开会 有的时候小型的宴会 招待外来的客人都在这进食 我们进了屋之后啊 没有凳子光有桌子 每个人领了两只大碗 一双筷子站到桌边 等着吃西豆腐 可正在这么个时候 安的舌头从外边进来 一样看见我了 这个小的真不是个东西 当着几十人的面 他责问我 老赛 你什么在这干啥 我说不是大罪干不说了吗 让我们喝点西豆腐 暖暖身子 那是对革命群众说的 你是革命群众吗 你什么是反革命 你给我出去 滚 滚 他是歇斯里的一顿乱叫 众人的眼光全都落在我身上 那时候地上有个缝 我都想钻进去 有道是人有脸 树有皮 我是当众受辱 我没想到干了一晚上了 我喝碗西豆腐的权力都没有 但是没有办法 我把碗和筷子往桌上一放 低着头 走出食堂 到了院里 院里堆放的全是木头 我找了一块干的地方坐下 仰望天空 心如刀角啊 我心中暗道 姓善的 你落在今天这个地步 你都不如个奴隶啊你 我白活呀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叫安的舌头羞辱了一顿 这是何苦 要早知道这样 我来喝什么西豆腐啊 啊 这直恶吗 太不直恶了 想想过去的辉煌 看看眼前的凋零 我的心呢 像油烹一样那样难受 心里头堵了个大鸽子 简直无地自容 无法忍受 但是终于理智 控制了我的情绪 我在想 人都有七灾八难 洛沛的凤凰不如鸡啊 能忍还是忍吧 你不忍又有什么办法呢 千万不要伤了自己的身子 身子是一切的本钱 要把我气的病倒了 一切就全完了 我又想起卢迅先生 笔下的阿丘 我要拿出阿丘的精神来 脸皮要练得厚厚的 要经受一切的考验 只有这样 才能顽强地活下去 当初我数次发过誓言 今天一定要兑现了 干脆不跟他致气了 哎呀 我用手爬了着我的前胸 一点一点往下顺气 正在这时候 有人叫我 老善 老善 我回头一看呢 正是副业队的工作人员 叫闽龙山 这闽龙山个不高 但为人善良厚道 他原来也在安山工作 不知的为啥 他回到家乡 辞了安山的工作 在副业队干起活来了 我们平时常见面 闽龙山叫我 我不知道啥事 我就跟他到另外一间房里 闽龙山反手把门关好了 给我盛了一盆热热的西豆腐 老善 别听他们的 你吃 我管够 他一边说着 一边替我抱不平 什么这个身份 那个身份的 不都参加劳动了吗 参加劳动吃点豆腐 有什么了不起 这简直就是欺负人呐 老善 吃吧 我这有的是 我说了算 我对闽龙山是千恩万谢 但是以后我也吃不下去了 我勉强的比活比活 又把那盆放进 这时候 社员们都吃完了 大伙入序整队出发 该回家休息休息了 我走在队伍的最后面 在我前边 就是我们三队的生产组长 刘凤奇 刘凤奇有意的走慢一些 把队伍拉开了 劝我 老善 望宽处想 人在这份上啊 就得自己安慰自己 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 那个安的舌头是有名的坏蛋 你别听他的啊 望宽处想啊 社员们还是同情你的 这才叫良言一句三冬暖 恶语伤人六月寒呢 刘凤奇的话语不多 温暖着我的心 我对他是表示千恩万谢 我连忙点头 就这样回到家里去了 过后不久 我的病犯了 在前文书我说过 我动过三次手术 拉我的痔疮 现在痔疮经凉水 这一泡 下半身不舒服 结果又犯了 天天拉血 简直疼得都直不起腰的 我被撞的这条腿 也剧烈的疼痛 我实在没办法了 硬着头皮 向老包子去请示 打算到县医院去看看病 老包子一听胡着脸说 什么 你没看大伙忙到什么程度吗 就你这身份 还要请假去看病 死 你也得给我死在地里 不行 我撞的南墙 只好咬着牙忍着 带病坚持工作 后来血 拉的越来越多了 没有办法把持久医生 老谭给找来了 说老谭呢 他是个年轻人 因为他医到老练 所以都管他叫老谭 他看过之后对我说 老山啊 你这病可不轻啊 你无论如何得到医院 去检查检查 要照这样下去 非严重不可 我说老包子不给我嫁 谭大夫说 多儿不采病人 他有什么权利不给你嫁 我去跟他说说 在谭医生的劝说下 后来老包子实在没办法 这才准了我的嫁 于是在我女儿的陪伴下 我到了县医院 医院跟我诊治之后 给我拿了点药 老包子这才特许 我在家休息几天 我躺在床上 是胡思乱想 我头上戴着一顶 现行反革命的帽子 这玩意可要命啊 终有千金累积子孙 我这一辈子好不了 我的子女也好不了 这是政治问题 政治是啥 政治就是生命 要不是戴着一顶帽子 我能受这些罪吗 我能没有话语权吗 再回过头去想一想 我身犯何律 罚犯哪条 就因为我说了两句真心话 就给我输成辫子 戴上一顶 欠行反革命的帽子 我冤了 我不服 无论如何 这帽子想法 我也得摘掉 为了我 为了我的家庭和子女 我也要干到底 尽管千难万险 我也得去争取 后来 我又想到逃跑的问题 如果实在跟他们讲不出理去 帽子摘不掉 我也得跑 我也得学习周事那样 但是往哪跑啊 上哪偷奔呢 我一没有户口 二没有粮食关系 也没有介绍性 天地随大 没有我容身之所呀 倘若被人家抓回来 我是罪上加罪呀 怎么办 怎么办 我躺了几天 我就想了几天 逐渐地 心里边有个成熟的方案 干什么 还是逃走 但是怎么个逃走 何时逃走 举期不定 这可是件要命的大事 不到了一定的时候 我难以迈出第一步 接下来 不是连续不断地写申诉材料 这下大祸可临头了 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1974年4月13号那天 我正在地里的干活 大罪通信员小王找我 老杉 到大罪部去一趟 哎 我连忙把手里的活鸡放下 来到大罪部 我进屋一看着气氛十分紧张 有两张熟悉的面孔出现在我的眼前 闹了半天 一个是取义团的副团长叫施之父 还有一个是办公室的主任姓于 不知到什么时候 他们俩来到大队 大队干部是一个也不少 大队书记杜景明 连那大舌头老安全都在场 我迈步进了屋显着十分尴尬 对着原取义团的人 呲呲牙站在地当阳 准备接受问话 反正我心里明白 没有好事 头一个说话的是俺的舌头 我老杉 你又要你们家那个臭懒娘们 送材料去了吧 啊 自从你到了杜大连跑第三队 你结巴就没老实过 三天两头不认罪 三天两头叫你那老婆去送申诉材料 啊 你说说你哪冤 你哪去 你的过去我们虽然不了解 但是你原来的工作单位 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不 你们单位也来人了 你当着他们的面说一说 你到底哪冤 你哪去 原取义团的副团长 师之父沉着脸 说话了 三天旁 你写的申诉材料 已经转到取义团了 你是喊冤教区呀 哎 你说了一大堆理由 都于事实不符 今天我们来 就是为你来的 你当众说一说 你到底哪冤 你到底哪去 让大伙心里头也明白明白 我一看事情头到了现在 有话不能不说了 我把腰板一拔 对师之父和屋里的人说 众位啊 我就是冤 我就是区 为啥定我是现行反革命 我一没写反动标语 二没呼喊反动口号 也没做反革命的事情 这反革命一词从何而来 是 我嘴角不言 我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 但是我觉着 我说的都是实话 并没有污蔑党 更不敢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 再这一说了 你们一没有开会宣布我的罪状 二没有叫我签字画押 就这么胡了八兔的 把我送的肚子连袍 我就觉着不公平 与党的政策极不符合 因此我冤衬海底 我是在写申诉材料 我觉着我没错 师之父接着说 老善呢 你是现行反革命 你签不签字 画不画压 开不开大会 那都是形式 实事就是实事 你强调这些 全都没有用 你学习过没有 现在全国痛击右倾三岸风 你就是典型的代表 大队书记杜景明也说话了 山天方 自从你到了大队之后 你就没老实过 你的情况我们完全都掌握 你知道吗 四类分子的第一项 就是看态度 如果态度好 表现得好 有认罪的表现 就能够尽早就摘掉帽子 回到群众中来 可你恰恰相反 你触犯的第一条 你不认罪 不认罪就是罪上加罪 就说明你的心灵里 依然在反党 反对伟大领袖 毛主席的领导 因此 大队和公事沟通了 要对你进行严厉的惩处 你听好了啊 一会儿你回去 马上写检查材料 要彻底承认你的罪行 这是一 第二 回去告诉你老伴 把刑例打点好了 明天 我们要开始把你押送公事 进行批判 我们这个公事批判完了 再到其他公事 台安县14个公事 都要对你批判 多咱把你批倒批头 多咱你认了罪 才算拉倒 听见没听见 我在那低着头 心里在想 我早就想出走 看来现在到了时候了 不走不行了 我再要不走 就得被他们折磨死 看来 看来现在已经到了我出走的时候了 俗话说 人怕敌 马怕骑 在决定关键问题的时候 特别是遇上风险的时候 很难迈出头一步 现在啊 我已经该迈出头一步的时候了 因为他们说我是右倾翻案风的典型 要在全线14个公事游斗我 我一想这一圈游斗下来 不死也得扒层皮啊 看来不走是不行了 我就在大队低着头弯着腰的时候 我就下了决心 后来他们说些什么我听不见了 只听见大队书记说 你回去吧 去做一下准备 我马上转身离开了大队 当我回头看看 没人跟踪我的时候 我直的直腰 尝出了一口气啊 如释重负 我还仰头看了看天 天已经黑了 满天是繁星闪闪 空气格外的新鲜 我又深深的呼吸了几口空气 就好像获得自由了一样 那么轻松 于是我迈着脚步 很快就来到家里 两个孩子已经睡下了 我老伴正提心吊胆的等着我 一看我回来了 马上他就问 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 又发生啥事了 我没正面回答 为了提高警惕 我转回身又到了院里 看了看确实无人偷听 我把院门拴紧 回到屋里把屋门也关好 窗帘挂上 我这才跟他讲述了 以往的经过 我老伴一听啥 安山曲艺团也来人了 我说来了 他们能轻易放过我吗 这回给我来了个罪上加罪 他们要在十四个公室游逗我 说我是右倾三岸风的扁心 我老伴一听 那咋办呢 我压低了声音 把他拉到面前对他说 琼威啊 以往我跟你提过 你可能啊 认为我说的是气话 其实那都是认真的 这回我下定的决心是非走不可呀 我老伴就说 你要学周氏啊 叫他们逮回来还咋办呢 哎呀 你竟说丧气的话 周氏是个傻蛋 我还没傻到那种程度 我要想走 就不会轻易被他们给逮住 我心里啊 早就策划好了 这会儿你排出咱面 认真地拼我讲述一遍 明天我就走 第一步 我要到沈阳 投奔刘宗人 刘大叔去 我相信 刘大叔会收留我的 当然 该说的话我说 不该说的话我也不说 以免把他吓着 不敢收留我 琼威尔听爸点了点头 刘叔是个好人 嗯 你这么做 也可能有希望 我说是啊 这说到刘叔 刘宗人 我得介绍介绍 他跟我们家什么关系呢 原来刘宗人呢 是沈阳人 住在沈阳北战的前面 他本身呢 是六级八将 由于他的个性 不合群 所以啊 不干了 回到家里 做起单干户 刘宗人的妻子 也是取义行当的人 喜欢说大古书 跟我母亲也认识 当我母亲离家出走之后 我父亲后来被释放了 他又跟我父亲学习说大古书 你别看我父亲登台表演不行 但是教徒的 还是戳戳有余 因此认真的 给刘宗人的媳妇 念了一部 薛家将全传 他们是受益良多呀 就靠着这套书 他们维持全家的生活 所以刘宗人夫妻 对我家是感恩戴德 两家关系走得非常之近 在一九七一年的时候 刘宗人的老伴不幸过世了 但是他不忘前情 还从沈阳赶到农村去 看望我和权贵 保持两家的感情 给我们邻居半袋子小米 还有二十斤粮票 在我家住过几天 刘宗人说 如果你们遇上什么困难 尽管到沈阳去找我 报恩也好 咱们继续深交也罢 不要尽我的责任 他说过这句话呀 所以我对刘叔印象非常深刻 今天全棍问我 我提到这件事 我说刘叔跟取义行的人 接触比较少 谁值得这个刘宗人呢 我要逃到外头 绝不能求亲靠友 假如我要到亲亲家 非被他们逮住不可 跟那些熟人更是不能往来 唯独刘宗人家是最好的人权 上面根本就不知道咱们两家的关系 他们也想不到我能到他家去 你看怎么样 权贵点了点头 有礼 有礼 那倘若刘叔不敢收留你 不可能 我打着上访的旗号去偷他 过去咱们家有恩于他家 他不会拒绝的 另外那个人很仗义 你就放心得了 假如说他真不敢收留我 我就上长春找咱舅舅去 怎么的 我住几天是不成问题的 如果我有了落脚点 咱们再进行联系 权贵又问我 那咋联系啊 我说我早就筹划好了 孙正平就可以做咱家的通信员 我写信就给他 叫他转交给你 说到这儿 你要问了 孙正平是何许人也 原来他父亲呢 叫孙殿英 我们是第三生产队的社员 孙殿英的家就住在我们的前街 这个孙殿英有个外号叫孙老殿 过去做过两任生产队长 是生产能手 为人忠厚老师 他儿子孙正平呢 也是个好小伙子 高中退业之后啊 没考大学 参加生产队劳动 这个小伙子少言寡语 心里头有数 干了不到半年 托朋友拉关系 就到了县城的鞋厂 做了一名职工 现在不在生产队干活了 他就住在县城里 可是三天两头的回家来看望 孙正平呢 现在搞了个对象 两口的急于结婚 但房子成问题 因为生产队啊 没有房身 所以把他家急得够呛 他就乡中我家住的孟家岗子 因为开开他家的后门 我家的住宅是被他们一览无余 他们看好了这块风水宝地 一旦我们搬走了呢 孙正平结了婚 就可以住到我们家里头 我老伴曾经亲自许诺过 说我一旦回城 我首先把房子就让给你家 因此老孙家对我家也非常好 孙正平也对我家非常好 所以今天我再提出来 我说我写信呢 写到县里面 交给孙正平 孙正平回家的时候 我顺便就把信交给你 所以他是最好的联络员 但有一点我要提醒你 现在人心难测呀 看表面上都不错 一旦孙正平反了卦 把我出卖了 怎么办呢 这也不可不防 写信我可以给他写 内容都是真实的 但是地链我绝不能泄露 信坪上写的地点 都是我瞎编的 他们按这个地点找 我根本找不着 只是你做的 心里都有数 听见没听见 我老伴点点头 行行行 但是说着说着 我发现我老伴俩眼发指 非常木讷 我就问他 你眼睛发什么指 我说这些话 你听明白没有 听明白了 我说你要认真地听 认真地记呀 现在事情已经到了 关键的时候 明天我就要走了 咱家还有多少钱 翻箱的倒柜 凑足了三十块钱 往前一地 给你 拿着做路费 我说不行不行 你们年仨还得生活呀 干脆二一天做五 留十五 我带十五就行了 他说不不不 十五块钱够干什么的 起码也得拿二十啊 我说行了 咱俩也别争了 我带走二十 你留下十块 那么我走之后 你们年仨怎么生活 他说这个还不成问题 外边还有人欠咱家钱 闽龙山还欠咱家四十五块 我想办法把那钱要回来 也能维持很长一段生活 说到这儿还得补速一笔 闽龙山呢 就是副业队 让我吃西豆腐那个好人 他咋还欠我的钱呢 原来我家呀 交口粮钱交不出来了 如果过了期 这口粮就领不到手了 为了解决吃饭问题 我一狠心把我家最后的一点财产 也就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块大鹰哥手表摘下来 这块手表啊 是当初一个朋友从广州给我烧回来的 五十六钻的走势极准 你看卖了那么多东西我不心疼 唯独这块表 我下过决心要伴随我一生 无论如何困难我也不能卖的 但是逼得实在没办法了 我忍痛割爱 把表卖了 社员们家家都那么穷 谁买得起呀 当时那一百多个钱也是钱呢 后来就卖给了闽龙山 闽龙山非常高兴 但手头没有那么多的钱 只付给我们一部分 还剩下四十五块钱没给 所以我老伴今儿子才提出来这个事 我说行 就这样我们俩达成协议 给家留十块钱 我带了二十块钱 他又问我带什么东西 我说什么都不带 就带着几斤粮片就可以了 说话的时候已经到深夜了 我浑身打浑身 也没脱衣服 头朝里脚朝外就躺下 回忆起今天发生的事情 后脑勺都疼 想想明天要出走的事情 睡不着了 明天是否能安全出走 能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呢 倘若被人发现了怎么办呢 我要周密的再计划计划 可是想着想着 脑袋一发目 睡着了 后来被雨声把我惊醒了 我冷不丁就睁眼一听 外边下起来大雨了 我这心反倒高兴起来 真是天助我也呀 为什么这么说呢 按照以往的规律 每风下雨的天气 社员们下地干活的时间都要推迟 多在雨停了才能下雨 所以说在大雨的掩护下 我能够平安出走 我一个鲤鱼砸挺跳的地上 用凉水洗了八脸 捡了检查 钱凉票都带在我身上了 然后穿了一件苏式 一趟一趟的那样的棉袄 紧袖的 那棉袄还挺流行 我转身就要走 我老伴一宿都没合眼呢 可能他心里想的比我还复杂呀 他又跟我说 哎 别放了 你先等一等 我再问你点事 他们要把你抓回来怎么办 我说贫贫游命吧 真要把我抓回来 我肯定处分要比周氏重的多 他们不会轻易放过我的 你要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他爱怎么斗就怎么斗 爱怎么批就怎么批 多少灾难咱们都熬过来了 这已经不成问题 也有可能他们一怒之下把我送进监狱 我认为啊 送进监狱也比这强 判我徒刑他有年头 还有个盼头 这晚上戴着现行反革命帽子 没完没了 到了监狱啊 我听说过 凡是有一级之常者 都有可能提前获释 我会说书 我可以参加监狱的宣传队 或者是说唱队 我好好地表现 就拿生产队这个力气 放在监狱里头 我也能当个标兵 也可能提前释放啊 真要把我送进监狱 你就提出来跟我离婚 一定要这么做呀 只有你们年仨把我给摆脱了 才能获得自由 不然受我的株连 你们永远也好不了啊 你千千万万要记住 啊 如果你听见 他们把我抓住了 你不必吃惊 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就像咱们说书一样 为略胜 先略败 为思进 先思退 咱们是以防万一 天不早 我就走了 你们您仨保重吧 他犹豫了一下 天方 你能不能再冷静地考虑考虑 我一听这话 你气就上了 考虑什么 该说的话已经说完了 大丈夫说话 一言出口 四马难追 该段不断是避留后患 不要往下再说 说到这 我是义无反顾 开门就走了 鱼再继续下着 天已经放亮了 但是一个人都没有 我在大鱼的掩护下 很快的就到了三队 二队的交界处 一座小石桥 这座桥比较高 我站在桥上面 回头看了一眼 看了看我家 孟家港子那两间房子 想想里边这三个亲人 又看看第三生产队 我心里说话 憋了 我擅天方要走了 有两种情况 我可能还能回来 第一种情况是好的 把我的问题全都解决了 我成了自由人 我回这来看一看 要顾地重游 看看我遭难的地方 另一种情况 就像周氏那样 被人家逮回来 游斗的时候 我还可能回来 但愿第二种情况 不要发生 我站了足足有十几秒钟 不敢耽搁 一秒头 过了十桥市直奔县城 索性者这一路之上 一个人都没有 因为哗哗下的大雨呢 我身上已经被淋湿了 要没有这个厚棉袄 恐怕里头都得湿透了 县城离我家 十八里地 我这一鼓作气 就到了县城了 先找着长途客运站 因为这地方那时候 不通火车 只有坐客运 到了客运站 我一看了 料料无几 就几个人 在凳子上坐着 所有的窗口都在关闭 不卖票 我一看就犯了急了 我打听那几个人 这是怎么回事 为啥不卖票 有人跟我解释说 现在发大水 很多路线都被淹没了 所以他们迟迟的不卖票 也不知道通哪条线路 哪条线路不通 哦哦 是这么回事 我找个地方坐下 看了一眼 墙上的大挂表 发现快六点了 我估摸着社员们 也都起床了 时间紧迫呀 哎呀 最好把票买着 迅速的离开龙潭虎穴 正在我着急的时候 有一个窗口 把门打开了 里边的售票员 探出头来问 有没有上大虎山的 大虎山线路通了 有没有 我一听 管他大虎山小虎山 只要离开这地儿就可以 到大虎山 我再买火车票 赶奔沈阳 想到这儿 我第一个冲上去 花一块八毛钱 买了一张贺运票 后边几个人 也挤上来买这票 因为别的票不卖呀 我们迅速的通过 检票口登上贺运大车 我找个地方坐下 哎呀 心里是冬冬之跳 自己都不相信自己 难道这是真的吗 想了想 我到了农村 已经四年挂龄了 今天是第一次 我自由自在的 买了一张客运票 登上了汽车 此番我能离开台安县吗 能不被他们抓回来吗 老天保佑 我的心里是胡思乱想 大约上来五六个人 汽车就发动了 当车子拐弯抹角 离开了台安县赶奔大虎山的时候 台安县渐渐甩在我的身后 我回过头去看了几眼 心说台安县啊 台安县再见了 我走了 不知到哪年哪月 我还能重新踏上这块土地 车走了多长时间 我记不清了 大约在两个小时左右吧 汽车终于到了大虎山 车子停住之后 我们几个人下了车 这大虎山这个地方 我非常耳熟 当初的时候呢 关内关外坐火车是必经之地 另外台安县买大牲口 都上大虎山来 因为这有很大很大一个牲口事 没想到我三天方 也来到了大虎山